青春期恋爱喜剧 又称为老师血压飙升番 男主西片是一个普通的男子初中生 他喜欢在课堂上搞些小动作 今天的目标是制作折叠的恶作剧道具 他发誓自己一定要争顾到隔壁桌的高木同学 然而这个叫高木的女生 突然说自己的文具盒打不开 西片伸手接过 却被里面弹出来的东西吓得惨叫一声 应与老师血压飙升 高木动弄西片后十分愉悦 西片气急败坏 琢磨如何让高木吃鳖 没想到一对上人家的笑脸 自己就显脸红了 小高突然问西片解过橡皮 然后提及有人会在橡皮上写喜欢的人的名字 西片肯定自己没有写东西 但小高盯着他的橡皮自笑非笑 这一下可把西片看得不自信了 难道自己写了 但是却忘了 他想要回橡皮 想狡辩 结果上头空空如也 再看小高居然自己带了橡皮 他立刻斥责小高不讲古德 被英语老师的粉笔砸中了脑门 小高心情大好 去了趟厕所 西片想趁机对他的橡皮下手 然后整骨 没想到对方的橡皮上已经写了字 他知道这不好 但真的十分好奇 于是他紧张地抽出来看开头 不是自己的名字 当时他就心酸不已 一咬牙 决定看完全名 没想到橡皮 让他朝走廊看 原本应该去厕所的小高 露出了愉悦的笑容 他说西片的表情真不错 不怪他这么想捉弄西片 西片气急败坏 说自己早晚会报复回去 高谋叹气 他已经错过了二分之一的机会了 他没告诉西片 橡皮的另一面 写的就是他的名字 第二天 西片作为职日生要早早去学校 他在路上捡到了一个游戏币 失望地丢开 一到学校才发现 小高竟然在教室 他立刻上楼 却发现教室内空无一人 他怀疑 小高躲在某处准备吓自己 然后就在讲台下发现了对方的鞋子 于是找了个借口 说自己不想值日 本来想看小高恶作剧失败 失望的眼神 但转念一想 小高不会犯低级错误 于是他兜兜转转绕了一圈 将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结果还是没有看见小高 当他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 小高突然从窗帘后窜了出来 并告诉西片 他刚才的一举一动 他全都看见了 西片懊恼 自己又被争骨了 现在教室中只有他们两人 小高说 要是一直这样就好啦 西片一个纯情少年 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撩拨 面色通活 他刚想问 小高是不是对自己有想法 忽然 第二波学生赶到了教室 西片也找不到开口的机会了 在小高的提示下 他想起自己忘了值日 结果摔了一跤 午休的时候 西片琢磨要如何惊吓小高 这个时候 同伴的男生突然问他 是不是和小高关系很好 结果西片沉迷做鬼脸练习 没听见 男生以为他是想蒙混过关 结果却被西片的表情给逗笑了 而且下节课还是最恐怖的英语老师的课 西片一想到能够逗笑小高 就迫不及待 等到小高叫自己的一瞬间 他立刻做出了鬼脸 谁知 小高竟然掏出了一张镜子 西片没忍住 笑出了声 被英语老师痛骂了一顿 在看小高 已经乐乐地趴在了桌子上 小高甚至还指导他如何做鬼脸 西片无奈 你倒是笑一下呀 小高说你做个鬼脸 然后转头 他一定会笑 西片立刻照做 说着英语老师就在他桌子前 英语老师被逗笑 西片又挨了一顿骂 小高别提笑的有多开心了 但西片现在已经自闭了 再被英语老师骂 他就完蛋了 他决定暂时不和小高扯上关系 但还是没忍住 瞄了一眼小高 对方也趴在桌上和他对视 西片刷一颤脸红了 没想到小高对他做了一个鬼脸 西片再次破功 成功获得了英语老师的训斥 这节课是书法课 西片还没有想好要写什么 小高提议 不如写对对方的期待吧 西片希望 小高不要再捉弄自己 但他感觉这样会起反作用 于是 最后两人的书法出来后 变成了维持现状和忍耐 维持现状是想让西片变得更好捉弄 西片咬牙 和着忍耐 根本就没有提示到小高啊 于是他决定再写一次 这一次他要主动写期望内容 他希望小高能温柔一点 目标是通过这一句话打击小高 没想到这个时候 小高突然夸他字不错 然后又替他捡起下的掉落的笔 西片震惊 难道小高其实很温柔吗 小高又替他擦掉脸上扎的东西 随后开始写自己的书法 面对这样的小高 西片实在不好说 他不温柔 最终还是重写了一照 直接表明希望他别再捉弄自己 而小高却掏出一张纸 说他脸上有墨水 就是刚才小高给他抹上去的 西片悲伤不已 最终两人的书法写的都是切记大意 随着温度增高 到了夏季校服替换的时候 三姐妹团其中两人 决定明天更换短袖 给通知好友一起 结果好友一来学校 已经换了短袖 美奈瞬间破防 说好的校服一起换了 叛徒 第二天好友换上了长袖 结果那两人却忘记告诉他了 英语课的时候 老师在上面讲题 西片在下面琢磨 要如何捉弄小高 没想到老师正好抽中他回答问题 西片脑子没转过来 小高在旁边跟他说是十六 西片张口就复读了十六 但别忘记 这是英语课 小高说 他跟他说的是十六号翻译 没想到西片竟然真的会搞错 他问西片刚才在想什么 西片闭口不提 小高搂出暧昧的表情 难道你在想瑟瑟的事情 西片脸红的反驳并没有 小高当然知道 他说自己一直在看西片的表情 知道他是在想如何报复自己 西片说 自己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 一定能让小高被骗到 然而小高完全不上当 这时 西片的目光落到了黑板上的日期 他记得小高学号十八号 只要自己转移他的注意力 小高说不定就会被抽到学号 回答问题失败被说 于是他开始疯狂和小高搭话 果然 老师安装日期开始抽学号 西片以为自己已经转移了 小高的注意力 没想到对方却轻松地回答了问题 西片叹气 开始思考有什么材料能整骨 小高问他在想什么 是自己的事情吗 西片心虚地一开视线 没想到小高却告诉他 他一直在想西片的事情 西片瞬间害羞 不过他觉得小高也是在想 如何捉弄自己 不过小高却让他猜猜是真是假 西片立刻走神 然后嘴被英语老师抽答了 夏天 学校开放泳池活动 但是西片的手受伤了 无法下水 没想到高木就坐在他旁边 还猜出了他心理的想法 并且猜西片是被流浪猫咬伤了 西片也没想到他会知道 西片问高木 为什么不去泳池 高木突然捂住小腹 西片想起爆牙男的科普 对方说女孩子不去泳池 大部分是因为生理期 西片觉得这个话题似乎不能碰 然而高木却让他猜猜 自己为什么不下水 西片本来不想回答 然而高木却说 不回答就算输了 西片这该死的好胜心不允许 但他又担心 自己如果说出生理期三个字 小高会觉得他没礼貌 但怕自己不说 这又是小高给自己设套 再看小高身上没有外伤 西片焦急的思考 这时小高怀疑他在看人家女生的胸 西片陡然想起 有人说过女孩子对胸我也很在意 再看小高那简直是一马拼穿 难道小高其实是自卑吗 但是这种话简直太失礼了 根本说不出口啊 然而在小高的逼文下 西片害羞的偏头说他生理期来了 然而小高笑眯眯的说他猜错了 西片琢磨难道是后者吗 没想到小高直接脱下了外套 里面就是泳衣 原来小高随时都可以下水 并且告诉他也不是因为凶为的问题 西片震怒难道是为了整骨他 所以才不下水的 没想到小高却约他伤口恢复后 在一起游泳 放学后西片喝着饮料离开校园 他今天可被小高整骨惨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 小高骑着自行车过来 准备和他一起回家 见西片手上拿着新出的饮料 小高问了一嘴 西片突然有了主意 他问小高要不要喝一口 没想到小高竟然真的接过去了 这个时候西片突然提了一嘴 这算不算间接接吻 他想看小高害羞的样子 没想到小高直接端着喝了一口 然后又还给了他 这一下 东到西片脸红 何不知所措了 在小高的注视下 西片硬着头皮喝了一口 小高来了一句 间接接吻哦 西片饮料都吓得摔在了地上 他急匆匆的捡起来 朝一旁的垃圾桶丢了过去 没想到一丢一个准 西片吃惊 难道自己还有这种天赋 于是小高也决定试试 结果不小心丢到外面 西片立刻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小高和他打赌 一人丢一次 谁先丢进 算谁赢 西片觉得优势在我 立刻答应 并表示 如果小高赢了 他就听他指挥 他以为小高绝对丢不进 没想到人家轻松丢中 西片决定不能输给小高 可就在他丢出去的瞬间 小高说西片赢了 就把初吻给他 军心乱了 这一拉罐自然就丢不进去了 当西片在思考 小高会让自己做什么的时候 小高竟然说 算了 这让他有一种 这辈子都赢不了小高的感觉 路上和小高分开后 西片算了算 今天 他竟然被小高捉弄了15次 你们初中上的小情侣 都这么幼稚的吗 西片回到家 听电视说失败后要加恋 于是他决定照做 为了不再被捉弄 他要锻炼身体 提高防备意识 结果操练过度 导致肌肉酸痛 第二天被小高戳一下手臂 整个人都麻了 小高得知他在锻炼身体 提醒他 最好别三分钟热度 然而西片却知道 这是对自己被整骨的惩罚 结果就在那天 他又被整了23次 比昨天还多的惩罚 让西片心里防线崩溃 不过他还是在坚持锻炼 不走后 他就被小高告知 成长期锻炼的太多 会长不高 西片大惊 他确实听过这话 要是高木到时候 长得比自己高 那他岂不是变本加厉 来捉弄自己 就在他慌乱的时候 小高说 那其实是谣言 适当的锻炼 反而能够提高他的身高 小高让他继续锻炼 最近看起来可靠不少了 西片耳朵都哄完了 结果当天被捉弄了55次 不过西片已经下定决心了 就算没有被捉弄 他也要继续锻炼身体 绝对不是因为小高 夸他锻炼后 变得帅气了 放学的时候 突然下起了大雨 三姐妹团都没带伞和雨衣 好在他们可以搭公交车回去 而另一边 西片被折腾惨了 放学准备回家 却发现小高没动 一问才知道 他竟然没带伞和雨衣 这个时候 西片竟然对小高发起了嘲笑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小高捉弄了吧 小高直接反杀 他说西片伞挺大 然后就拽着他一起撑伞回家 这下高的西片精神紧张 他又不敢靠得太近 怕碰到小高 小高决定明天骑自行车回家 西片总觉得气氛紧张 他想说些什么缓解气氛 视线一下落到了旁边的青蛙身上 他抓过青蛙 想要吓一下小高 没想到小高竟然接了过去 他觉得很可爱 下一秒 小高又将青蛙放到了西片肩膀上 西片吓人不成 反上套 走到一半的时候 小高发现西片的肩膀淋湿了 他担心西片会感冒 主动往西片那边靠 让他尽量别让自己淋湿 两人肩膀挨到一起 西片面红耳赤 担心自己暴露害羞的样子 会被小高继续捉弄 于是西片没话找话 问他为什么没有带伞 难道是因为太笨蛋了吗 没想到小高竟然承认 自己有点健忘 西片顿时感觉 自己好像赢了 没想到小高说 自己忘记了 两人一起撑伞的行为叫什么了 西片知道 但是他不好意思开口 最后在小高的逼问下 说了出来 然后小高借着自己健忘的理由 开始各容忽略西片 出出情侣之间的特色活动 西片听得心跳加速 脚步都乱了起来 毕竟有好感的妹子打同一把伞 还和你说一些情侣小话 这谁扛得住啊 分别的时候 大雨终于停了 西片的心脏也差点被撩停了 英语老师将西片训了一顿 说他上课太吵了 然后给他安排了一个打扫理科教室的任务 打扫卫生的时候 只有西片一个人 他觉得小高也有问题 毕竟对方老是折腾自己 没想到拉开柜门 小高就在里面 小高在这里埋伏了许久 西片以为他也被发打扫卫生了 不过小高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提出赌约 猜拳决定打扫卫生 一共四局 输了得打扫四分之一的场地 西片开局就被坑了一把 就在他思考下一把要怎么赢小高的时候 他的同学钟景走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妹子 西片好奇他们在干啥 钟景看了一眼妹子 妹子一开视线 钟景才说自己随便逛逛 走之前 钟景还让西片加油 最后小高才告诉西片 那个妹子其实在和钟景交往 西片目瞪口呆 原来还有这种事 小高点头 说他们俩应该是想去屋顶独处 小高感慨 这就是青春的感觉 西片好奇 青春就是独处吗 最后西片连书四把 一个人扫干净教室 这个时候西片才知道 小高根本没有被发打扫卫生 他留下来 一方面是想捉弄西片 另一方面也想体验一下青春的感觉 西片终于反应过来 顿时长红了脸 夏季热得不行 等人打赌 输了的请喝果汁 西片决定项目 前段时间他尝试翻单杠竟然成功了 所以他提出两个人翻单杠决定胜负 小高说他穿的可是裙子 而西片挑的就是这个时候 他想不战而胜 小高不接他这茬儿 表示自己可以翻单杠 但是他翻单杠的时候 西片必须转身 一旦回头偷看 就算西片输 西片照做 小高说自己挑战成功 可西片根本就没有看见 随后西片也成功翻过了单杠 但并没有分出胜负 于是决定再比一次 小高答应的很干脆 西片背过身躯开始思考 他真的翻过去了吗 不管 他今天一定要看看是真是假 西片猛回头 小高竟然真的在翻单杠 而且裙子下穿的竟然是短裤 等小高落地后 西片已经转过去了 他没有继续比赛 而是承认自己输了 最后付出了一瓶果汁为代价 小高说 今天西片擅自认输 他没有赢的感觉 没想到西片嘀嘀咕咕 小高居然穿了短裤 为啥还让自己转过身 小高突然看向西片 说他是个小色鬼 西片赶紧追上前狡辩 说自己只是想确认 小高有没有真的翻过去 西片在家看电视 发现电视中的角色 在找主角的查 当即判定对方是百分之百单相思 结果熬夜追剧 把自己搞感冒了 小高没有看见西片 有些失望 没想到 西片竟然在第二节课会回来了 小高一看西片学电视剧摆pose 确定这家伙 就是追剧把自己搞感冒了 而西片本来是打算请假的 但是看完剧后 他觉得自己有个好计划 等到小高来捉弄自己 他就反说小高很可爱 这样就可以看到小高害羞的样子 原本小高确实想捉弄西片 但他也很担心西片的感冒 竟然硬生生的将自己的捉弄欲望给按下去了 很快西片就发现不对了 小高竟然没有捉弄他 以往这个时候都够他耍自己三次了 可现在小高居然一心记笔记 西片犹豫了一下 怀疑小高是担心自己感冒了 他顿时脸红 侧过去暗中观察小高 然后他就发现 沉默不语的小高竟然如此可爱 仅仅是视线对上 他就心跳加速 这种情况要是说小高很可爱 西片感觉莫名的害臊 这个时候 小高发现西片脸色通红 还以为他的情况加重了 西片赶紧解释自己还好 只是早上不小心睡过头了 其实精神还不错 这会儿一下就让小高露出了笑容 那他可以捉弄西片啦 西片心里咯噔一下 但很快 他就被捉弄得比平时还惨 三前面团发现西片和小高 在临时店买东西 阿游本不想让美奈去打扰他们 然而美奈已经带着早苗冲了过去 他们买完临时和西片 以及小高分开 阿游说 这就是青春期的少年少女啊 出于好奇 他决定带着美奈他们 暗中观察两人 美奈感慨 明明是自行车 为什么不两个人一起坐 阿游在那边磕生磕死 美奈和早苗只顾着吃东西 他们俩认为 西片和小高 应该是在比赛水捡到神社 但阿游觉得 他们应该是在聊恋爱话题 殊不知两人确实是在比赛 但小高已经发现了他们三人 于是三人追上来的时候 却发现西片和小高不见了 他们只好失望地离开 殊不知此时 两人正躲在拐角处的林子里 紧紧相依 周末的时候 其他同学都想去游戏城 西片非常羡慕 但他并没有跟过去 因为他一定要在这次考试中 考个好成绩 在人离开后 小高竟然找了过来 小高问他 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去玩 西片说 自己考试 如果考不到年级前50 将会被家长残忍地没收游戏机 说完 他又害怕小高会整骨他 小高说 自己才不会呢 这将捉弄西片 是因为他很有趣 小高说 他每天规定两小时学习时间 别看小高成天上课 不过逗西片 但人家可是年级前十 就在西片紧张 小高会继续逗自己的时候 对方却看出了他写的错题 并且搬着凳子 准备给他补课 西片十分感动 但又害怕 他再给自己下套 小高却说 之前上课一直逗西片 要是害得他成绩下滑 就是自己的错了 所以他要帮助西片补习 西片感动坏了 他这是要改过自新吗 学了一天后 西片十分高兴 还主动请小高喝饮料 并觉得他是个好人 然而小高却告诉他 今天学的东西 其实根本不考 不过学倒是真的学会了 在看三姐妹那边 阿友这一次考试 如果全部九十分 就能获得想要的游戏 没耐过来找他教自己英语 阿友却决定自己复习 结果被带了节奏 因为下一堂考的是数学 而他却在刚才 复习了英语 考试结束后 西片有些紧张 小高的成绩似乎不错 但距离一百分还差一点 而西片刚好卡在五十九分 于是小高决定 和他互相猜猜对方的成绩 小高轻轻松松猜出西片的分数 在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间 最后他选择了五十六 西片哈哈一笑 说他很遗憾 只差一点 结果声音太大 被老师说了一顿 真正分数差一点的 分明是西片 轮到西片猜的时候 他猜错应该是九十分以上 于是张口就是一个九十二 小高露出惊讶的表情 等到西片猜别的分数的时候 他又扑克脸了 那西片觉得 小高好像是在故意误导他 他决定仔细观察小高的表情 做出猜测 小高却突然说 他们刚才就在对视 西片顿时不好意思的 一看了视线 但他做了一通严肃的心理分析 猜测小高的分数 应该在九十五到九十九之间 最遗憾的是 小高的成绩 真的是九十二 小高叹气 西片不争气呀 他都故意猜错西片的成绩了 几天后 西片乔装打扮去书店买书 他其实超喜欢看霸总少女漫 飞快的拿起漫画的前台结账 准备离开 西片不打算让任何人发现 他在买少女漫画 然而一出门 就撞见了小高 他本想说自己没买漫画 但又怕小高看见自己结账 于是他慌冲买了一本足球漫画 没想到小高竟然想问他借 实在不行 看看封面也可以 西片赶紧找借口糊弄了过去 然后表示自己想要离开 没想到小高竟然跟了上来 而且问西片是不是对自己撒谎了 西片顿时露出了心虚的神色 小高便开始分析 他究竟买了什么 不是足球 有令他害羞 不敢说出来的漫画 不但猜出是少女漫画 甚至连哪一本都猜出来了 其实不是猜的 读过的时候 看到结账显示的标题了 西片拜托他 一定不要告诉班上的同学 小高却露出了笑容 说西片竟然想骗自己 他可从来没有对西片说过谎呢 不过他还是答应西片 自己不会说出去 因为小高太干脆 西片反而有些担心 于是小高表示 自己会说一个自己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对方的秘密 会稍微安心一些 他让西片错过去 然后表示自己其实喜欢西片 西片面颊爆红 一眼看就要被小高拿下 小高却突然笑了起来 说西片骗了自己 所以他也要对西片撒一次谎 西片松了一口气 还好是撒谎 害他紧张死了 但他却忘了 小高并没有说 喜欢他是谎言啊 几天后 两人在回家路上遇到大雨 只好找个神舍暂时避雨 小高想脱掉湿的袜子 西片却发现 他的上衣被打湿的有些痛 他担心自己的视线落过去 会被当做色狼 小高也发现了 他管西片借了体操服 却告诉西片 想看也没有关系哦 因为他其实已经换好了衣服 然后小高和西片打了个赌 看五点之前大雨会不会停下 输家要听赢家的摆布 西片赌不会停 小高却赌不会停 这个时候 有小猫过来避雨 甩了西片一身水 小高却将自己的体操服 拿给了西片 虽然他的衣服有点湿了 但比西片的好一些 合着 这俩人在互换衣服呀 很会玩嘛 这个时候雨停了 小高拉着他绕路回家 老师宣布 暑假到了 全班上下欢呼起来 西片的朋友 约他明天去海边玩 小高听到这里 视线突然看了过来 等人回家的路上 西片因为暑假 十分高兴 小高却说 其实上学也不错 他看了西片一眼 不过 西片并没有发现 是抹视线的意思 钟景骑着自行车载着女友 从两人面前路过 小高问西片想不想骑自行车 但是西片载他的那种 西片有些紧张 小高问他 是不是害羞了 难道是因为西片体力不支 西片哪能受这种委屈 非要载小高试试 但是骑车载人和自己骑 完全不同 小高暗戳戳的来了一句 他以前被人载走的时候 完全不同哦 西片一下就吃味了 多知载人的那家伙 还是个男的 他咬牙表示自己一定能够骑好 就在西片成功骑上车的时候 小高才笑眯眯的告诉他 最后一个骑车载他的男人 是他的父亲 那会儿他应该才四岁左右 西片脚下一滑 最后输了比赛 还是请小高喝了饮料 然而西片的零钱 已经不够自己的那份了 没想到小高将自己的饮料 递给了他 西片害怕他用间接接吻 整股自己 于是拒绝了 没想到小高 又给他重新买了一瓶 并且还猜出西片在想什么 因为无法一起上学了 小高便让西片以后 在这片空地练习骑车载人 西片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高只是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因为要到暑假了 西片你能聪明一点吗 急死我了你 三姐妹在隔壁写作业 除了阿友 美奈和早苗 都是把作业留到最后一天写的人 暑假第一天的大雨终于退去 西片来到空地 准备练习骑载载人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穿日常装的小高 整个人有些不好意思的移开视线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约好见面 西片顿时紧张起来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约会 尤其是小高说地面坑坑洼洼 全是积水 没法连车 问西片愿不愿意陪着自己去四处逛逛 西片更加紧张了 这绝对是约会吧 但男实在是不好意思去人多的地方 他被其他同学看到 哈你小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小高便带着西片去了隧道 其美名曰是胆 并告诉西片 这个隧道因为之前出事重修了 隧道内有些东西在四处寻找猎物 他问西片害不害怕 西片怎么可能在他面前怂 立刻就要往里面冲 结果一进去就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尤其是墙壁上还贴的有符咒 小高还说里面有大桶 让西片去看看 西片哪能经得起挑衅 同手同脚的走了过去 小高在后面吓了他一跳 西片紧张的要跟他算账 一回头小高却不见了 西片担心小高被传说中的神影带走 没想到小高躲起来吓了他一跳 西片准备自己吓吓小高 结果根本就不是小高的对手 一路被吓着出了隧道 隧道外的两个小孩说 又有情侣在这里约会 西片顿时脸红 但又被小高带着从隧道走回去了 回到家的西片将今天的惩罚做完 三姐妹聊着冰淇淋在四处散步 早苗和美奈选择性无视了暑假作业 西片觉得今天是最糟的一天 一大早起来睡过了头 自行车还爆胎了 好在今天不用练习骑车带人 因为小高前段时间去旅行了 不过好像今天要回来的样子 果然骑到一半他就看见了小高的身影 他决定暗中跟在小高后面吓吓他 微笑的小高却往后看了一眼 他以为是自己出现了错觉 然后就发现小高站在那不动了 于是他放下自行车 准备吓吓小高 结果反而被小高吓了一跳 小高想约他一起走走 在拿帽子的瞬间被虫吓了一跳 西片下意识的想伸手去扶 结果小高没事 他自己摔了一跤 小高带着他去处理伤口 西片说今天是最倒霉的一天 但小高却向自己的手帕给了他 并感谢西片刚才想扶自己 他觉得今天是他最幸运的一天 因为遇到了某人 并告诉他明天会给他带特产 为了买最新一卷的少女漫画 西片特意去了镇上的商场 万万没想到 小高竟然也和母亲来这边逛街了 他拿了零花钱去买衣服 还在思考西片喜欢哪种 西片拿到漫画书 说想快点回家看漫画 两人狭路相逢 为了不爆出自己干了什么 西片率先开口 问小高在这里干什么 小高非常坦诚 说自己在这买泳衣 还问西片喜欢哪种风格 西片脸红还赖空调不行 小高让他看完少女漫画 接自己看看 西片试图狡辩 但被逼到了绝境 小高说 他既然买的不是少女漫画 不如拿出来看看封面 可上次不同 西片试图虚张声势 哪怕小高猜对了 还要主动打赌 想看小高动摇的样子 然而小高纹丝不动 张口就是一句 绝对是少女漫画 西片动摇了 你说就你这水平 你跟人家打什么赌啊 别忘了 输了比赛 还要听赢家的指挥 小高准备抓西片 陪自己选泳衣 商店的空调 又一次被西片扣上了黑锅 西片被迫跟着来到了泳装店 他十分害羞 甚至不敢直视小高 小高随便拿了一件泳衣 西片满脑子都是速摘速决 没想到小高直接拿着衣服 去了更衣室 他竟然试穿了泳衣 还问西片泳衣如何 西片害羞的不敢看 小高说 要换到他觉得合适为止 西片满脑子都是 这种话说不出口啊 此时小高却突然拉开帘子 让西片帮他拿件泳衣 西片一边照做 一边害羞 他不敢想帘子下的风景 没想到小高在接泳衣的时候 帘子掉了下去 小高面带微笑 西片知道自己又被耍了 他想要是再不结束的话 被其他的同学看到了 该怎么办 没想到话音刚落 他就看见中景 带着女友在旁边选泳衣 等到小高拉开帘子 西片不见了 他和中景的女友真也对视 见到中景也在 他立刻用帘子挡住自己 最后事先落到了旁边 更衣室的拖鞋上 真也瞬间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于是直接拽着中景 离开了现场 小高见西片这么害羞 也不逗弄他了 而却拿着三套泳衣问他 哪个合适 西片这纯情少年 看都不敢看 只知道闷头答应 结果小高却约他一起游泳 西片哼一下烧了起来 最后还是答应了 三姐妹来到了海边 美带和早苗玩得十分开心 阿友在疯狂给自己的泳圈打气 结果打气筒坏了 当两人上岸的时候 阿友因为吹气过度 趴下了 两人怀疑他真的有在享受人生吗 同一时间小高约西片一起写作业 不过西片中午有约 然而小高却说他可以抄作业 西片双眼一亮 往他去哪里写 现在回去拿作业似乎来不及 不过小高却表示 可以直接去西片家 西片的表情变得前所未有的惊讶 毕竟女生突然要来自己的房间 他现在非常紧张 刚巧父母就去上班了 小高在西片房间内发现了全套的少女漫画 西片下意识想挡 却不小心和小高贴得很近 小高问他是不是很喜欢 喜欢就承认呗 西片非常紧张 心跳瞬间加速 谁知 小高掏出漫画 让他承认就行了 西片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 小高却看着西片说 他还挺喜欢的 房间内只有一张桌子和板凳 两人只能用西片的床 当桌子写作业 西片对抄作业的事情 露出了期待的目光 没想到小高竟然掏出了一本汉字抄写 好骂 还真就是写字帖呀 这时 西片一不小心写错字 两人同时去拿橡皮 手贴到了一起 西片想起 自己在漫画中看到过这段情节 这可是两个主角 在贴贴时候的剧情 他顿时害羞的弹起来 说句倒茶 小高看着被吹动的风铃 搂出了笑容 西片感觉 自己好像被耍了一整天 走的时候才反应过来 小高说的 说下次再来 西片决定 之后要好好收拾房间 两人在暑假练习的载人骑车 已经有成果了 刚开始的时候 小高一碰他的腰 他就紧张 于是小高让他自己演示一下 想要怎么靠近 西片紧张的握住了小高的肩膀 不过 现在他已经能习惯小高抓自己的腰了 并且还能很好的骑吻自行车 小高说 这样一来就可以不用练习了 西片难得有一些寂寞 没想到小高却约他 明天开始去图书馆做作业 很快暑假就要结束了 听新闻说 还有一场台风 第二学期开学 竟然真的来了一场台风 西片在路中间反中二病 被小高逮了个正招 西片赶紧狡辩 说自己只是在测试风向 小高说 自己还啥都没问呢 然后又给他演示了一遍 中二病发作的样子 从客观角度看过去 西片脚趾抠地 小高让西片猜一猜 自己今天为什么没有骑自行车 猜对了 他就不把他中二病的事情 告诉给别人 还设置了时间限制 西片本来已经想好了 但又觉得 小高的问题 不会这么简单 结果想的太多 反而错过了正确答案 走到桥上的时候 小高说 今天的风不错 让人总有一种 想要犯病的感觉 并且还当场开始发作 西片恼怒 说自己没有这么羞耻 小高就说 他刚才不是在测试风向 西片明白 自己又被甩了一遍 他学第一天 学校竟然要求他们跑马拉松 三姐妹中的美奈十分高兴 其他同学却有些闷闷不乐 不过西片看起来干劲满满 小高劝西片 要不再想想 西片说不行 今天一定要比赛 同学都吐槽 他俩关系太好了 肯定是在搞对象 西片说 只是在比赛而已 同学们觉得他们应该也不是在交往 毕竟 中井和真野那儿 才是真的在搞对象 马拉松开始后 西片搂失了得逞的笑容 为了这一天 他已经提前两周开始练习 决定今天在比赛中专注一点 绝对不能被人轻易带节奏 然而 小高却赶了过来 他表示 自己让了西片半场路 不过 现在他决定追上去 眼看小高越跑越快 西片起先觉得 他一定会失速落败 但转念一想 小高那自信的态度 西片怀疑 他可能比较擅长马拉松 吓得立刻追了上去 然后 就看见跑回来的早苗 没想到 已经有反程的学生了 西片更加下定要追上去的决心 小高见照便告诉西片 要是能追上他 也算他赢 最后 他就开始提速 西片马上就要碰到小高了 但一想到 这么多同学都在 自己怎么能随便碰小高 于是 他告诉小高 只要他能甩开自己50米的范围 也算小高赢 然而 西片高兴得太快了 因为女生的马拉松 再半路就返程了 而男生还要往前再跑两公里 西片今天可被折腾惨了 回家的路上 小高戳了戳西片的腰 西片特别怕痒 吓得一哆嗦 他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人不怕痒 于是 他和小高打赌 接下来 谁先小时就输 小高正好双手推车 他准备暗中偷袭小高 没想到小高却提前告诉他 自己不怕痒 西片一愣 被小高反向偷袭 差点笑了出来 他怀疑小高说的话不是真的 正准备伸手试探 小高问他怎么了 这下 西片反而不好意思伸手碰小高 他决定拉开距离 保持平局 没想到小高 忽然对他做了个鬼脸 西片瞬间破功 输掉了比赛 至于惩罚 就是一周不能吃米饭 或者看漫画 西片两眼一黑 小高说开玩笑的 然后停车让西片碰碰自己的侧腰 但西片十分不好意思 他觉得小高一定是想看自己害羞 又不敢碰他的样子 说到底 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碰小高 鼓起勇气戳了一下 小高果然不怕痒 半路 小高告诉他 其实再往上一点就怕了 不过西片怎么可能敢碰到那里啊 西片终于拿到崭新的手机了 他和几个好友都交换了手机号码 坐回座位的时候 小高也发现西片买手机了 他说自己下次也要买这个款式 于是借了西片的手机看了看 西片信心满满 他制定了一个整股计划 就等着小高对自己开口了 没想到小高拿着手机玩了一会儿 然后还给了他 随后再没有提及手机的事情 放学的时候西片很悲伤 小高竟然没有主动问他要联系方式 西片琢磨 干脆自己去问 但是画到嘴边却又害羞了起来 他意识到自己好像是在问女生要邮箱 整个人都红成了西红柿 小高还给了他问话的机会 不过西片并没有抓准事机 于是又被小高抓住机会戏弄了一把 最后西片只能坦白 自己没有非分之想 只是想要邮箱整股小高而已 小高哈哈打笑 但最后还是将邮箱地址交给了他 不过却抓西片下周值日的时候来帮忙 另一边 美奈发现大家都有手机 他很羡慕他也想拥有手机 然后和另外两人聊鬼故事到天亮 但阿友却觉得美奈一定会被淘汰 于是三人开始轮流讲鬼故事接龙 某天一到电话响起 对面传来诡异的声音 随后电话挂断 出于好奇又打了回去 但那头已经没有声音了 不久后又一道电话打了过来 提醒手机欠费十万 还有当时就惨叫一声 小高直日那天 欺骗还是来到了学校 甚至主动上前帮他擦黑板 见欺骗很困的样子 小高问他是不是和同学聊天聊了很久 欺骗难得见到小高追问自己 他刚想整骨一番 没想到小高却说他以前也这么聊过 欺骗顿时好奇起来 小高在和谁聊天 他还记得单车事件 但小高说他不会跟父亲聊天 小高说欺骗如果想知道是谁的话 先说说他聊天的内容吧 欺骗转了一想这是个一尸二鸟的好办法 因为昨晚他被一个恐怖视频吓到了 于是他将视频转给了小高 没想到小高说他发来的是泳装照 但其实是故意逗欺骗 至于那个恐怖视频 白天看其实也就那样 于是欺骗问他聊天的人是谁 小高将表妹的拼音发给了欺骗 欺骗锻炼完身体 决定晚上再争顾小高 他还专门问同学舀了恐怖的视频 自己都没看 没想到这个时候 小高居然打来了电话 不知为何 欺骗嗅到了一种又要翻车的味道 没想到小高开口的第一句就是 算算时间 你应该要给我发恐怖视频了 欺骗没想到 小高居然这么了解他 而且小高还说 这是第一次晚上和他聊天 感觉很有趣 两人约好一起挂电话 结果谁都没有先动手 这一次没有恐怖视频 欺骗还是睡不着觉了 这天放学后 欺骗和小高走在路上 他突然开始拍摄照片 原来男生们直接约好了 看看谁拍的照片更加有趣 欺骗拜托小高做个鬼脸 他觉得这个照片一定能赢 没想到小高却说 如果是欺骗拜托的话 做什么都可以哦 这下 欺骗有一些呆住了 没想到小高真的做了一个鬼脸 只可惜 欺骗并没有拍到 而小高表示 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欺骗决定再测试一下 没想到小高反而还折磨他一把 并且还拍到了他惊吓时候的表情 小高被抓拍的表情逗笑了 欺骗气急败坏 想要拍下他现在的样子 没想到小高立刻变了表情 这下 两人手机中都有对方的照片了 小高说 自己不会删掉欺骗的照片 所以他也可以不用删掉自己的 走之前他告诉欺骗 绝对不可以 把自己的照片给别人看 毕竟他也会害羞的 欺骗本打算删除 但最后还是留了下来 猫都看不下去了 今天的欺骗依然在思考如何捉弄小高 结果太过紧张 不小心撞到了电线杆 他下意识道歉 小高慢悠悠的骑着自行车过来 欺骗很担心 他有没有看见刚才那一幕 没想到这个时候 小高说他长个子了 欺骗美滋滋 宝达想说小高怎么一点都没变 小高却说 他这话可能涉嫌骚扰哦 欺骗猛然看了一下飞机场 猛然意识到不妙 他赶紧解释 自己说的是身高 小高眯眼 说仔细看 他好像没长高 欺骗不服气 要和他比比水更高 于是两人在神社脱了鞋 背对背量身高 欺骗被贴贴的时候 才紧张起来 结果既然是两个人差不多高 小高还特意正面和欺骗对上 以防他怀疑自己偷偷垫脚 而这么一量 他发现小高 居然比自己好像还高一些 但其实只是小高偷偷垫脚了 欺骗觉得小高一定不甘心 没想到小高却说 自己完全不在意 毕竟个子长高了 撞上电线杆 很疼的 合着这连环套 最后是为了骗欺骗啊 秋季到了 温度下降 有些人的手十分冰凉 据说手冷的人 内心都很温暖 欺骗在上楼梯的时候 突然被小高摸了一把脸 冰冰凉凉的温度 冻得他一颤 小高甚至毫不反抗 让西片可以反击的 这时早苗三人互相袭击对方 路过西片面前 看着他们在摸对方的腰 西片脸红 说自己才不会反击 然后再次遭到小高的袭击 三姐妹直接吃撑了 阿游很好奇 小高是不是在和西片交往 于是早苗直接找到了小高聊天 上课后 西片又酝酿了一个计划 小高问他 放学后要不要一起回家 西片立刻答应了下来 但害怕被小高发现自己的计划 于是吱吱呜呜的又答应了一次 小高说 放学之前他可能会改变计划 到时候再答复自己吧 小高的态度让西片陷入了疑惑 这个时候 同学问男主 要不要放学去他家玩 西片果断拒绝 两人说 他一定是要陪女朋友 没想到美奈先替他回答了 刚才他在厕所问过了 小高和西片并没有在交往 可行友觉得 西片一定是在和小高交往 不知道为什么 放学两人总是一起回去 西片觉得 小高可能就是想整他 放学的时候 西片想起小高的话 想要和小高一起回去 就对他开口约人 这个时候 小高突然开口 西片本以为自己回复一生就可以了 没想到小高说 今天突然有人问他 是不是在和西片交往 大家都觉得 他主动约西片回家 是在交往 西片意识到 小高是想让他主动约他 他决定 一定要跨过这个坎 只要自己能主动约小高 就可以整骨他了 但是他又十分紧张 只是呜呜半天才说出口 小高笑咪咪的又逗了一下他 说自己猜出西片有计划了 西片有些失落 被发现了 还要不要执行计划呢 这个时候 两人路过贩卖机 里面只有热饮和难喝的冰饮 于是西片问了小高一个问题 好喝 但是喝了会发烧的饮料 以及纯粹难喝的饮料 其中只能选一个的话 小高会选哪个 小高问西片 要是自己喝了饮料发烧 他会来看他吗 西片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但他还是回答 如果真的发烧 会去看的 于是小高说 他会选择好喝的那个 他本来是想看小高困扰的表情 没想到 现在自己就困扰了起来 于是西片又给小高提了选项 一辈子没零花钱 和不能捉弄自己选一个 小高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毕竟钱已经存够了 高中大可以打工 但整股西片的事情 绝对不能停 小高已经察觉到了西片的想法 于是小高也给西片提了个问题 自己不在了 或者被他捉弄一辈子 他选哪个 西片虽然不喜欢被捉弄 但他也不想让小高消失呀 于是西片选择了后者 这个时候 小高的问题还没有提一下 他问西片 一辈子考零分 还是和自己case 考零分 他可能就再也没有零花钱了 他选case 肯定会被小高捉弄 西片 知误了半天 还是选择了case 这个时候 小高突然靠近他 西片面红耳赤 紧闭双眼 没想到 小高只量了一下身高 妈的 春爱战身 硬生倒下 这么看 西片完全是被小高 拿捏得死死的呀 西片为了撸猫 用尽了浑身解数 眼看就要靠近 却被骑车路过的小高 吓了一跳 他害怕自己摸猫的样子 被小高看见 万一小高嘲笑自己 一个男生 喜欢可爱的猫咪怎么办 大哥 你看少女慢的被人发现了 摸个猫算什么呀 男人喜欢可爱的东西 有什么错呀 小高路过空地 对着旁边的小猫 招了招手 小猫咪任由他摆弄抚摸 看得西片 羡慕极了 可天塌下来 有西片的嘴顶着 他嘴硬的表示 自己才不是喜欢小猫 毕竟 动物万一要是失控了怎么办 小高说 他就是害怕被猫咪挠 西片打折上棍 说自己要摸猫 自证清白 没想到小高 根本就不给他摸的机会 说自己不应该怀疑西片 当西片承认自己 想摸猫咪的时候 小猫已经走了 下午是美术课 西片和小高 互相画对方的肖像 他实在不敢对上小高的视线 偏偏老师 又让他们必须要先观察 再开始画 小高画着画着 突然笑了起来 西片担心 自己脸上可能沾了什么东西 害怕小高是在嘲笑自己的长相 越是紧张 越是不敢和小高对视 他决定 以欺人之道 管制欺人之身 没想到小高直接问了出来 西片其实压根就没看出什么 反而还不敢看 这时 旁边的姐妹团 因为画画的事情 吵了起来 西片决定效仿一番 故意画一张丑丑的图 让小高生气 可随后 他又担心 自己的话会让小高难过 不过 小高毫不在意 甚至还做了个鬼脸 让他要画 也得按照鬼脸画 甚至表示 如果西片看不清 可以靠近自己 然而 西片越是仔细观察小高 一对可爱 就差点脱口而出 这个时候 小高也画完了西片 别说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就是视线一直漂浮不定 而且小高 还给西片加了腮红 放学的时候 小高找西片猜拳 说了的人 回家路上请喝饮料 不过西片却说 今天他要留下来打扫卫生 小高本想留下来 不过西片却觉得 这样会麻烦他 于是 小高提出猜拳 输了的话 他帮西片打扫卫生 虽然西片屡战屡败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不过他没想到 这一次 竟然真的赢了 可恶 你晓得哪来这么好的命吗 打扫卫生的时候 西片还沉浸在胜利的欢心中 小高却说 今天自己做了个占卜 测试了一下自己的恋爱运 西片顿时露出了好奇的神色 小高说 占卜显示 他的恋爱运一帆风顺哦 这个时候 他突然问西片 有没有喜欢的人 西片吓得 笑话脱手而出 紧张地说 自己并没有喜欢的人 但却被小高逼到了角落 西片觉得 自己不应该这么紧张 他怀疑 自己可能喜欢上了小高 小高说 刚才问西片这件事 其实是因为他 也帮西片占卜了 西片有些失望 但小高却说 他的恋爱运 也是一帆风顺哦 西片面色通红 想要岔开话题 小高告诉他 其实刚才还占卜了 西片猜拳会出什么 不过西片觉得自己赢了 占卜一定不准 殊不知小高 其实是故意输给他的 第二天 西片自信满满的来到学校 他觉得自己一定能够赢小高 因为今天的占卜显示 他的星座排名第一 但这个说法却被小高知道了 毕竟 小高可是给西片过过生日的 可恶 这傻子 什么时候开窍啊 果不其然这一天下来 西片被整了50次 回家就是扶我成150次 他琢磨现在还不到认输的时候 毕竟两人还有回家的这段路 而且占卜也说了 能打出会心一击 所以还不是放弃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时候 同学约他去玩新游戏 西片明显十分心动 但是没打出会心一击的他 不肯离开 就在他拼命思考的时候 小高问西片不去打游戏吗 西片摇头 下意识说了一句 没关系 反正我也想和小高一起回家 好家伙 原来会心一击 出这个意思啊 西片厚之厚绝 自己说了不得了的话 他赶紧解释 觉得自己已经落了下风 希望小高能假装没听见 小高让他再说一次 就答应他 西片面糊而吃的逃跑了 殊不知 自己的无心之觉 真的让小高差点崩盘 因为昨天的事 小高的视线 时不时会落在西片身上 最近女生之间都开始流行写信 其中也不乏有情书出现 西片上课的时候 发现小高手上有一张纸条 他觉得小高和普通女生也没什么区别 结果翻开自己的英语书一看 里面夹了一封粉色的信封 想起同学说的情书 西片顿时紧张起来 但他又怀疑这是小高的恶作剧 可他害怕不是小高做的 要是事情暴露 自己可能会被逗弄 小高也看出他的问题了 问他为什么不翻开小科书 而且脸也红得太吓人了 西片狡辩说只是热的 小高就告诉他 小科书里夹的那封信是他放的 西片一边手抖 一边表示自己早就撂到了 他表示自己会回家看这封信 没想到小高却让他现在就看 他表示自己想在放学前听到西片的答复 同学说的情书在他脑海中不断回放 西片不自信地问小高 难不成这是情书 小高却没有什么表情波动 这让西片更加的不安了 他表示自己会读 但也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恶作剧 但是他也很担心这是情书 甚至开始思考自己要如何回答 在紧张之下打开一看 小高问他放学要不要一起回家 不知为何 西片心中失落不已 难怪要在放学前听到回答呢 他说小高直接说不就可以了吗 小高笑眯眯 他就是想看西片是什么反应 初中开学的第一天 西片去了一趟办公室 结果到教室报到的时候来晚了一步 当时小高丢了东西 正在四处寻找 西片被老师误以为睡过头迟到 他本来想过一会儿跟其他同学解释 然而开学仪式暂时推迟 老师先给大家分配了座位 西片被分配到了角落 要是以前他就直接高兴起来了 可这一次他没来得及解释呢 旁边的小高却看出他想解释 西片叹气 说着一切都要怪那个叫高木的人 小高一愣 随后他意识到了什么 开学仪式结束后 高木姗姗来迟 他主动和西片聊天 并打了个赌 说自己会猜猜西片为什么迟到 并且表示他会一次猜对 西片不解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于是高木说 他是去递交仪式物品才迟到 西片十分吃惊 这个女孩怎么会知道的 高木掏出手帕 说他就是那个丢失物品的人 原来之前自我介绍的时候 西片错过了 西片顿时挠头 这态度一下把高木逗笑了 此后西片就开始了被高木逗弄的生活 看他的架势似乎乐在其中 西片做完俯卧撑后 不小心磕上了脚 他陡然想起高木的手帕还在自己这里 于是第二天 他带着手帕来到了学校 却被高木告知 今天要调换位置了 据说第一节课就要调位置 西片看着口袋里的手帕 犹豫了一会儿 没能开口说出来 他赶紧解释 有些期待调位置 高木叹气 他还挺期待和西片多坐一会儿的 西片脸红 他以为高木是在逗自己 可转头 就发现高木似乎真的不太高兴 抽签结果出来 西片还是在后排 不过小高的位置 却换到了前排 西片有些闷闷不乐 搬桌椅的时候 恰好和近视的钟景擦肩而过 然后他就发现 自己的灵桌是真野 因为和男友分开 真野十分不高兴 有同学拿着前排的手记号 想换位置 但老师却说 没有正当理由不可以换位置 西片记得 小高是坐在前排的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手帕 下定决心 想和那个同桌换位置 但对方已经和别人交换了 这下西片和真野 双双显入自闭状态 没想到 小高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西片耳边 他竟然又换到了自己身边 原来和那个同学换位置的人 是钟景 钟景本来就有些近视 他换到了前排 真野便找到了小高 提出换位置的请求 于是小高答应了下来 两人一个近视 一个个子小 理由非常合适 小高问西片 刚才是不是想换到自己旁边 西片脸红 试图狡辩 然后将手帕交给了小高 并表示感谢 顺便说两人能继续做同桌 真好 小高回到家中 打开洗干净的手帕 就发现里面掉出了一张纸条 西片在纸条里写了一句谢谢 小高看着纸条露出笑容 高兴得扑进了被子里 可恶 奔纯爱战士真的扛不住了 咳死我了 真的咳死我了 这也在你的算计之中嘛 同桌的女学霸是一个超级腹黑 怎么办 好不容易两人分到一个座位 西片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带英语书 他又不好意思和旁边的高木拼桌 面对高木四小飞翔的表情 他咬牙表示要去借书 然而走了一圈 要么是没有 要么就是一个班 他只好羞涩地回到教室 高木对他笑了笑 没说今天只有他们班有英语课这件事 可怜的西片始终被蒙在鼓里 只有脸红地搬着桌子和他拼桌 上课到一半的时候 高木突然在书上写字 很高兴又离你近了一步 西片羞涩 难道高木真的对自己 还没等他细想 放到下一页那里又有一行字 逗你的 西片觉得自己又输了 这个时候英语老师突然抽搭起来翻译 有高木提示 西片成功回答的问题 然后他发现英语中还有藏头句子 立刻用相同的方式写小纸条 试图逗弄高木 只要高木出现恼羞成怒 他就算赢 然而高木却不慌不忙地地地回一张纸条 上面也是藏头句 回答他 是我赢了 可紧接着高木还递来了一张纸条 西片一看内容 满脸通红 却始终找不到藏头的地方 完全被高木耍得团团转 两天后 西片给自己做了一个硬币吊坠 他说要在综艺上看到 这样可以催眠 西片觉得 这完全就是演出来的 高木却露出好奇的神色 让西片对他试试 结果西片照做 高木竟然真的不动了 不要啊 这可是个纯爱法 算了 双向暗恋的催眠也算纯爱 西片觉得不可能 催眠哪有那么邪乎 但是高木却仿佛真的不动了 并且说什么做什么 就连夸大天才都照说 西片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赶紧问高木 他的弱点是什么 高木却说 他看见西片就想捉弄 而且夜下怕痒 这全都是西片知道的弱点 西片觉得不行 还得欺负一下 他让高木表演挖鼻孔 眼看高木抬起手 西片却慌了 刚想阻止 没想到高木突然戳他的腰 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的催眠术 高木露出满意的笑容 说下次自己试试催眠 西片心里咯噔一下 总感觉真的会被催眠 放学的时候 西片突然约高木去和他玩 高木猜出 他是想和自己玩打水漂 西片心里咯噔一下 高木怎么会知道 高木说 他这么想赢的话 只要牵上自己的手就算赢 西片害羞了根本就不敢动 表示自己打水漂 一定会赢过他 于是两人来到河滩旁 只为选石头 西片说是商业精密 没告诉高木要选哪种石头 他最高扔出的次数十次 然而高木不慌不忙的告诉他 自己平时丢过最多的是三十次 西片吓了一跳 手里的瓦片托板 零次 高木逗他 其实他最多扔过三次 主打的就是一个心理战术 这西片委屈巴巴 他立刻表示可以再来 他在西片挑中最好的石头时 一起身撞到了高木 眼看高木就要摔进河里 他吓得立刻拽着高木的手 人虽然拽出来了 自己却摔进了小溪 西片觉得打水漂没赢 还摔进水里很丢脸 高木本想说 他牵了手算他赢 然而西片觉得 他是在征服自己 所以不承认牵手了 可当两人一分开 西片满脸通红 说不能算牵手吧 眼看入冬了 两人上学路上 突然见到一块冰 高木看出西片非常心动 但对方不承认 于是主动提出赌约 比比谁先把冰块 拿到学校不掉 高木选了小块 西片却选了大块 他自认从小拿冰块长到大 这场比赛绝对不会输 高木到时候输定了 结果高木只是侧头 看了他一眼 说他有些像 拿着冰块的小学生 西片吓得手一哆嗦 冰块差点落在地上 幸亏及时接住了 西片心中紧张 原来不会掉 其中还包含了心理战 这次他一定要 稳稳拖住这块冰 高木告诉西片 捏太紧不捏碎 西片在旁边把过力道 这个时候高木又表示 输家要给赢家暖手 到这里输赢已经无所谓了 但西片因为害羞 冰块脱手 眼看高木笑眯眯的 将手递过来 西片下意识 擦了他手想握住 没想到高木就管他要暖宝宝 西片怪不好意思的 娇上了 却没发现高木握着暖宝宝 露出了微笑 第二天西片自信满满的见到高木 高木就知道 他又要提出赌局了 其实西片昨天悄悄剪了一点头发 今天故意让高木猜猜 他哪里不一样 万万没想到 高木却借着这个机会 将他调戏了个遍 又是先衣服 又是戳腰 又是凑近 偏偏西片还同意他观察 把自己搞了个面红耳赤 看着他不慌不忙的捉弄自己 西片怀疑 他是真的知道自己头发有问题了 可问题是 他不敢确认 好不容易冲到时间到 高木却真的说出 是他头发改变了 并说短时间 能改变的只有指甲和头发 指甲没有区别 那就是头发的问题了 西片大受打击 没想到高木又说 明天他也会改变形象 到时候西片可以猜猜 哪里不同 但西片因为害羞 根本不敢指使高木 这他要怎么记住吗 两天后是情人节 西片照常和高木碰面 但是他心肠澎湃 精神紧张 高木却突然问他 今天有没有体育课 西片想问想 说没有 到学校他很期待的打开柜子 发现里面并没有藏巧克力 高木说 他看起来有些期待的样子 上课的时候 西片也在偷偷瞄高木 但却嘴硬地表示 自己没有期待 并担心高木会在这个时候捉弄他 一定要小心 然后又猜 高木会不会给他巧克力 下课后 真也想给自己的男友中井 送巧克力 然而中井正和朋友聊天 真也十分纠结 不知道该如何送出去 没想到这是闺蜜 三人诅咒的美奈 突然拿着巧克力 给全班分发 然而过来拿的 竟然全部都是女生 男生们虽然心动 但也不敢上去 果不其然 班主任出现 抹收了巧克力 真也赶紧去问高木送没送 没想到高木却说已经送了 真也觉得 要亲手送出去才有仪式感 他特意去找中井 没想到就被中井的两个朋友发现了 对方还说中井运气真好 由女友送巧克力 这反而让真也无法开口 他有些生气 中井难道不想要自己的巧克力吗 为什么情人节 总是和朋友一起 就在他生气的妈笨蛋的时候 中井突然出现 原来刚才看他跑走有些紧张 真也有些高兴 他问中井要不要巧克力 中井立刻点头 他当然想要 然而就在真也送上巧克力的瞬间 班主任突然路过两人 中井瞬间挡在真也面前 说自己只是在借书 惊人真的糊弄过去了 这边 西片让小胖羡慕坏了 小胖觉得西片一定拿到高木的巧克力了 或者全班只有西片不知道高木喜欢他 但西片却知道 自己根本没收到巧克力 一路等到放学 高木也没给他东西 他十分悲伤 走到鞋柜那里失魂落魄 没想到打开鞋柜 竟然看到了巧克力 高木从他旁边慢吞吞的走过 一边说自己知道巧克力是谁送的 一边表示 今天是情人节 自己会送 不过送的是友情巧克力 他存包中掏出一颗 并表示 这边的是友情巧克力 但西片手上拿的就未必了 西片很疑惑 他觉得这巧克力是高木送的 可没有证据 也不好意思确认 今天一早 西片将高木约了出来 高木问他这算不算约会 西片当然不承认 说这是我的上次赌书 正好临时店打折 他请客补偿 高木倒是没有揭穿他的想法 他说西片这次还是想赌些什么 不过两人还是约好了 去了临时店就去赏花 西片算计好了 今天是愚人节 临时店根本没什么打折 他就是想带高木去一趟 看他气愤的样子 没想到到现场 竟然真的有打折 高木笑眯眯 说他是不是没有想到 西片就知道自己又输了 两人走进店内买零食 西片琢磨不能错过愚人节的好机会 没想到高木突然拿起一包零食 他告诉西片 这个零食很好吃 不过西片却觉得 他应该是来整自己 但是他决定将计就计 自己假装好吃 然后骗高木吃 他把零食买了下来 却发现这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戏码 然而 当他吃了一口才发现 这玩意儿还真的挺好吃的 西片有些受挫 准备再逗得高木 没想到高木一一识破 完全不上当 明明今天是愚人节 高木却表示 要和西片按照约定 从现在开始不准说谎 西片本想假意答应 没想到高木全部能看出来 高木问西片有没有害羞过 西片这才点点头 高木突然问他 初二还想和自己一个班吗 听老师说学生太多 要多出一个班 西片第一反应 是不用被整骨很高兴 可当他意识到 身边的人变了之后 心情一阵失落 终于点头说 想和他一个班 高木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承认了 也有些高兴 然后告诉他 其实这是谎言 老师确实说了分半 不过是三年级 但他们二年级 应该还可以一起 两人一起去赏花的现场 闺蜜三人组也在那里 每代问出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世人都说 男生喜欢胖一点的 为什么电视上的美女 都那么苗条 他有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好在送狗粮的西片和高木 及时赶到 西片看了看少女慢 觉得自己现在如此吃鞭 一定是因为开局不利 当初高木刚认识自己的时候 两人还用进程 西片琢磨着 一定要让高木被整骨 听到两个同学说 突然叫对方的名字 会有一种奇怪的压迫感 于是西片甚至放学的时候 突然取消进程 叫了一声高木 高木猛猛回头 两步靠近西片 西片被他盯得紧张不已 最终闪现 打断了自己的平A 高木也不走了 说他在说谎 非要等他说出真话才离开 问西片是不是想叫自己的名字了 高木表示 西片当然可以叫自己的名字 在他看来 关系亲密的人才可以互相称呼 这么一说 西片反而不好意思叫了 整个人满脸通红 不知所措 没想到高木走的时候 还叫了他的名字 自那之后 已经过了一年了 今年他终于升上二年级 西片非常紧张 之前他都没有叫出高木的名字 这次说什么 他都要取消进程 让高木惊讶一下 然而 这么自信满满的走进教室 看到高木的瞬间 又下意识地叫了进程 他赶紧打断高木的输出 表示他们现在都是学姐学长 以后不好再搞作剧之类的事情 并说自己早就学习如何当学长了 高木乐呵呵地问他 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不如自己来假扮学妹 西片演绎一下学长 如果做不好 就算输了哦 没想到高木上来就是一句 学长有喜欢的人吗 西片差点心脏跳出喉咙 赶紧模仿少女漫的西片回答 万万没想到 高木还会撒娇 台词也是信手拈来 西片越说越不对劲 这完全就是昨天漫画里的对话 而且顺着台词往下走 下一张 就是TIS的剧情了 西片当场打断 并下意识地叫了高木的名字 高木也没想到会这样 下意识地撩了头发 说西片想叫也可以叫 毕竟 他以前也是这么称呼西片的 而且他想再听听西片叫他高木 西片紧张到结巴 憋了半天 还是夹上了鲸鱼 高木被他抖得哈哈打笑 因为每天都输给高木 所以西片天天高俯卧撑 他的万力 也比班上其他同学厉害多了 他在和班上男生掰手腕的时候 高木路过现场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当天下午 西片因为上课工作剧 被老师抓住 又一次被留下来打扫卫生 高木竟然也跟了过来 他突然拉出一张桌子 和西片面对面坐下 伸出手 表示要和西片比班手腕 并表示 书家要减和饮料 西片本来对自己的力量有自信 然后一抬手 就想起之前 不小心拉住高木的事情 他突然脸红 但还是抓住了高木的手 然后就发现 女孩子的手十分柔软纤细 高木突然开口 说掌心有汗 吓得西片赶紧擦了他手 随后两人继续比赛 西片发现高木似乎十分用力 可是他手上根本没有任何力气 以为是自己锻炼的太过强大 没想到高木是假装吃力 在他得意洋洋松懈的瞬间 反败为胜 见西片有些失落 高木表示再来一次 西片觉得这一次自己一定会赢 然而在抬手的瞬间 对上高木认真的表情 高木突然开口 今天手牵手回家吧 西片瞬间傻眼 然后再次被扳倒 轮到第三次的时候 西片自动放弃了 输了游戏 但他赢了人生啊 你看高木都在帮你打扫卫生了 两人离开学校 西片几个饮料 这个时候 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好友 说过诚实的话题 好友暗恋隔壁的北条同学 那那位女生却喜欢成熟的人 小胖告诉两人 成熟就代表喝咖啡 所以西片为了在高木面前 展示自己的成熟 特意选了一杯黑咖啡 高木见证还提醒了他 西片却表示没有关系 因为他在家中 每天早上都会喝咖啡 但他没想到 黑咖啡和自己平时喝的 完全不一样 苦得他两眼发直 这个时候高木还给他造谣 喝咖啡需要在嘴里喊一下 西片赶紧照做 然后被告知这是谎言 但他硬是强称 说自己就是喜欢喝咖啡 并推荐高木也喝喝看 不过他还是让高木自己选饮料 高木选了他最喜欢的蜜瓜汽水 他问西片要不要交换 西片有些心动 可看到手中的黑咖啡一眼 这东西太苦了 不想给高木喝 于是他自己硬撑着喝完 高木突然问他 要不要尝一口蜜瓜汽水 西片爪爪抬起 听说是间接接吻 弹起的手都放下了 高木告诉他 喝咖啡不代表变成成熟的大人 而且就算西片变成大人 他也会捉弄西片 西片委屈巴巴的跟了上去 自从喝了咖啡后 西片就觉得输得好惨 他在琢磨 有没有别的打败高木的办法 然后他在拐角看见了高木 突然发现高木今天没有骑自行车 高木笑嘻嘻的说 今天想和西片手拉手去学校 所以没骑 西片面色通红 觉得这不可能 但是这个时候 他突然提出赌约 他也在高木不骑自行车的真正原因 他记得昨天高木说裹刹车不灵 他正要说出答案 高木突然开口 要是猜错的话 就算西片输 犹豫就会败北 西片犹豫了 两人抄近路 走到迷宫小镇 期间还爬上了一个楼梯 西片看着楼梯 觉得自行车上不去 所以认为高木不骑自行车 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面对高木的视线 他又犹豫了 很快 两人走到一个 画了跳格子的小校 高木一边跳一边说 幸亏今天没有骑自行车 才能跳格子 西片怀疑 难道是这个原因吗 但是他不能直接这么说 于是他问高木 万一自己猜对 高木却说猜错了咋办 高木让他不用担心 自己不会对西片说谎 这个时候 西片发现旁边有不少猫咪 莫非真相即使是这个 随后他立刻开口表示 高木今天不骑自行车 绝对是因为刹车坏了 后面那些原因 一定是高木用来迷惑他的 然而高木却说 他猜错了 他今天不骑自行车 是想看西片 猜测自己而露出苦恼的表情 打从发起挑战开始 那就输了 而且打从一开始 高木就准备了两个正确答案 只是另一个 西片并没有猜到 高木说 他从一开始就说了 高木一到教室 就发现西片不对劲 这家伙昨天看了西部牛仔 正在模仿主角说话 高木自然也没错过那部电影 很快就和西片对上了脑电波 然后两人按照剧情 来了一次提问游戏 高木开口就是 我先问 扮演了电影中反派的角色 然而他问西片的问题却是 猜猜我喜欢的人是谁 西片直接傻眼 为什么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难道高木其实真的对他 没等他回过神 出道比赛的攻击落了下来 戳得西片腰直痒痒 很快高木又问了新的问题 你猜我喜欢的人会不会在班上 西片满头大喊 再答不上又要被戳腰了 他回答说不在 被狠狠地戳了好几下 西片意识到答不上来 赶紧取消了对答 随后他反应过来 高木喜欢的同学可能在班上 但他没打算细想 感觉这又是高木的陷阱 这个时候高木说自己也会回答西片的问题 他猜到西片是想问自己的弱点 西片试图随应 最后被高木戳倒承认 高木放学本来打算和西片一起走 结果阿友叫住了西片 说了今天临检委员会有事 高木看起来有些失落 而阿友作为CP头子 拆散自家CP 他是最动脱的 此时西片算了算了自己被整骨的事情 发现虽然整骨少了 但一起回家也变少了 他完全没办法报复回去 所以整个人也十分失落 这让一旁的闺蜜三人组良心作痛 他们觉得是自己拆散了俩人 高木一个人回家 觉得路边看见了少女漫的周边 他上去投币购买了礼物 第二天西片一觉醒来 母亲跟他说已经准备好生日蛋糕了 西片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地打亮起冰箱 母亲告诉他 蛋糕放在蛋糕店里呢 西片叹息 谁能想到过生日的人 竟然要自己去拿蛋糕 没想到前脚刚出门 后脚就遇上了高木 不会吧 过生日当天还要被恶作剧 高木问他要去哪里 西片实在不好意思说 自己要去拿自己的生日蛋糕 总觉得男孩子吃蛋糕有些羞耻 哪里羞耻啦 蛋糕那么好吃 西片不好意思自己说 于是提出赌约 让高木猜猜自己要去哪里 没想到高木直接说出了蛋糕店 因为他早就猜出 西片应该是不好意思进蛋糕店 于是主动踩进了这个坑 西片怪不好意思的 但还是跟着高木去了蛋糕店 到了蛋糕店后 他发现有家长带着孩子买蛋糕 蛋糕商还放有孩子的名字 西片猜测 他妈应该也给自己准备了这个 原本担心会有些羞耻 没想到高木却说自己要先买蛋糕 西片立刻高兴的笨蛋 因为只要高木先买了蛋糕 就可以先走 到时候自己再拿蛋糕 就不会丢脸了 然而高木所上前 选好蛋糕 让店主包好礼物 西片还在紧张 高木会不会留下来 没想到高木突然递给他一袋礼物 说是祝贺他 西片脑袋没转过来 带着礼物和蛋糕回到家 母亲问他那个礼物是什么 西片紧张的抱着礼物冲上了楼 他小心翼翼的打开 没想到是一块准备好的蛋糕 其中还有一个小礼物 是他喜欢的少女伴的主角 可恶 凭什么 嫉妒死我了 第二天 西片发现自己感冒了 他觉得这不是感冒 应该是有人在背后说话 高木打得去 说不定是有人在背后说 他俩在交往 西片顿时照红了脸 此时阿游打了个喷嚏 他刚才确实在讨论西片和高木 并坚定的认为他们在约会 毕竟去年 他们还和真野一起去了泳池 这个时候 真野也突然打了个喷嚏 中景担心他感冒了 真野却有些感慨 如果自己能和北条同学一样可爱就好了 中景却觉得 真野这样已经很可爱了 这个时候北条也打了个喷嚏 西片的好友正在和他搭话 问他要不要一起回家 最后话题兜兜转转又说到了高木 高木远远的打了个喷嚏 西片吐槽他 是不是捉弄人 没说笑话了 高木却说 他只恶作聚过西片 西片再次连红 这时高木让西片说个夸自己的词汇 西片满头大汗 他只能想出可爱两个字 这个时候 两人突然打了个喷嚏 西片的小礼物发出心动的声音 西片犹豫了一下 对高木说了声谢谢他的礼物 体育测试的时候 西片提议和高木比比 谁的体育分数更高 如果他赢了的话 高木就不能再捉弄他 高木表示 哪要是自己赢了 岂不是可以捉弄他一辈子 没想到西片竟然真的答应了 因为西片在这一年以来疯狂练习 就是为了洗刷去年的屈辱 果然前面的分数很高 高木也说 他的分数在自己之上 不过接下来是软体去身 这方面高木比较好 轻松拿到了10分 西片住不3分 但是没关系 因为下一个比赛是握力 有本西片计划能够拿到高分 两次机会都让他错过 因为第一次 小胖突然要去厕所 第二次 高木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西片一紧张 差点就失败了 高木却提议 当场和他比握力 西片当然没同意 这个时候 高木在旁边给他加油 说让他想象握自己的手 这一秒 高木下意识动手 惨败 高木却说 他挺温柔的嘛 想象是自己的手 竟然明年太紧 西片下的手忙脚乱 开始解释 但因为这个原因 他也输给了高木 高木倒是没有得寸进尺 而说让他明年继续努力 马上就是临间合宿了 全班都在讨论要如何活动 这个手册制作 是西片亲自画的 高木夸这个画面画的不错 西片还以为 他是故意在捉弄自己 放学的时候 他本来想动一下高木 没想到高木起身 就说要回家 西片突然上前叫住他 这委员会的事情已经结束 可是话到嘴边又不好意思了 这样一听 好像是他在邀请高木回家 然而高木却听懂了他的意思 直接问西片要不要一起回去 西片回家后 特意去拿个球 他要和高木比一比躲避球 他总觉得今天的自己 犹如躲避神附体 相信高木一定打不中他 然而就在高木准备的时候 西片精神紧绷 没想到问他 想必反弹算不算 西片下意识回头 看了一眼墙壁 高木直接扔出球偷袭他 西片委屈巴巴 这不算 都是高木提议可以再来一次 但是没有时间限制 高木问男子会接这个球 还是会躲开 还更希望西片能够接住呢 西片有些不好意思 明明高木都说了 他表示自己绝对不会上当 下一秒 小高抛出球 西片竟然下意识地扑了上去 但他没能抓住 输掉的比赛 竟然中了最简单的挑衅 高木却小嘻嘻地告诉他 他很高兴西片能够来抓球 闺蜜三人组在零食店买东西 阿勇说他不会买完直接吃 没想到美奈间中奖了 他把自己中奖的零食给了阿勇 阿勇刚准备吃 结果被猫咪抢走 三人赶紧追上去 途中美奈和阿勇因为体力不支而退出 小早一个人杀到了最前方 然后他发现猫咪抢走零食 是为了给孩子 他返回告诉好友自己追丢了 然后才反应过来 自己把书包和零食都忘在了零食店了 这边西片和高木打完躲避球 高木问他 西片希望他躲开球还是接住球 西片不好意思的撇开头 说不用他来选择 自己一定会命中高木 紧接着两人去零食店准备买东西 选零食的时候 高木特意和西片选不同口味 说是零尖和素的时候 可以换着吃 可这个时候 西片突然肚子饿了 他选了一盒泡面 高木竟然和他选择同样口味的 两人跑我旁边对视 高木突然说 这还是他们俩第一次一起吃饭 西片不好意思的开始缩面 突然听高木说 就有点像约会 躺了他一哆嗦 西片觉得他一定是在恶作剧 不上当 没想到高木却说 同学会误会哦 这下西片绷不住了 他嘴硬说自己会否认 高木却笑眯眯的说 未必会成功哦 话音刚落 眼镜男和小胖走了进来 西片猜到他们绝对误会了 可他简直没办法解释 因为感觉像是此地乌银三百两 他希望两人能问问自己 这样有机会能够说出口 然而 两人和他对视一眼 默默的离开了 林间和素 两人分到同一组 和素正式开始之前 学校要拍照留念 原本西片想在高木身后 比个剪刀手 这张照片出来后 高木应该会很害怕 觉得有灵异事件 然而 他鬼主意还没实现 先被高木揍笑了 照片是让他笑得牙不见眼 西片这个小队 除了他和高木 还有真野和钟景 路上西片专门做了路线图 本来想整补高木 但因为有人 太羞耻 所以没敢做 这个时候 真野突然说好累 抓紧看了一眼远方的亭子 亭业让真野和高木 留在原地休息 自己和西片去上方查看情况 然而西片一眼就看出来 真野是想和钟景独处 有情伤 但是却用在了别人身上 高木虽然也看出来了 于是他提议自己和西片上去 西片赶紧附和 钟景却对西片 露出了不利的眼神 你俩这个情伤 好像不太对劲啊 怎么看别人的时候 一眼就能发现 自己身上的事情 一点都get不到呢 这时 西片和高木已经上了山 却突然遇到了大雨 两人赶紧钻进小木屋躲雨 西片看着临时的高木 不好意思的侧头 然后他提出了赌局 把零食全部拿出来 闭上眼睛尝一尝 他猜猜他是哪个口味的 他本以为高木会拒绝 准备开始劝 没想到高木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开始怀疑 高木是不是吃过这些零食 然而高木却摇头 他还真没尝过 这个时候突然闭眼 西片茫然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高木说 如果自己拿 不就猜出来了吗 西片一听 好像是这个道理 他准备亲手喂高木 但十分不好意思 偏偏高木又说 他不在意西片的手指 西片一紧张 竟然给他喂了巧克力肠饼干 这下高木瞬间就猜出来了 西片明白自己又上当了 正好天气放晴 高木提议回去之前再来一局 这次他来喂西片 这次的晚饭是班上的女生们做的 吃饭的时候 钟景路过好友身边 发现他那一份的食材非常粗糙 问他这是谁做的 一旁的北条僵住 好友却说 自己吃这个就可以了 不是 你俩真的成了呀 西片一直在旁边沉思 今天一整天他都没有赢过高木 他在思考要如何打赢 以至于咖喱都没吃完 这个时候高木过来问他 愿不愿意接受赌约 只要牵手就算西片的胜利 老师在旁边喊要去广场集合 晚上好像是学校的篝火晚会 西片意识到有机会获胜 毕竟趁着跳舞的机会牵手 完全OK 没想到高木在走之前告诉他 传闻舞会中牵手到最后的两人 会两情相悦哦 西片差点跟死在原地 他赶紧去问小胖个眼镜男 没想到两人都回答是真的 据说去年就有成功的 好友不也说 一定要牵到北条的手嘛 小胖告诉西片 高木很受欢迎 千万别被截胡了哦 老师宣布舞蹈要开始了 男生和女生组分别分开 西片和高木莫名别岔开很多 他们只好等到最后一个 眼看两人就要握到手了 没想到音乐突然结束 西片和高木只差一步 好友和北条倒是成功了 一旁的真野 没能和钟情拉上小手 西片和高木对视 也有些失望的离开 高木到嘴边的话 因为老师的命令被打断 晚上的帐篷中 西片迟迟无法入睡 终于在半夜钻出了帐篷 他准备去山上看看星星 没想到却在那里看到了高木 高木一见西片出现 双眼发光 他说自己在对星星许愿 问西片是不是来见自己的 西片压根不知道高木在这里 他只是没牵上小手 走到门外下感星 没想到这个时候老师竟然来了 等人吓得赶紧躲到石头下方 高木悄悄在西片耳边说话 西片吓得往外一哆嗦 他小声问高木许了什么愿 高木笑眯眯的说 想和西片一起看星星 西片满脸脱红 却觉得他是在逗自己 可他忘了高木说过 他不会对自己撒谎 临间合宿结束 学生们回校上课 西片和小高被体育老师拜托 去仓库放器材 西片觉得这种密闭幽暗的空间 有些恐怖 然后他觉得高木应该也会害怕 于是进门后就关上了房门 等到出去准备开门的时候 他假装打不开 反正是想吓一下高木 没想到高木完全不上当 反而把自己吓了一跳 高木直接开始收拾体育器材 西片敲咪咪准备做陷阱 没想到高木收拾完 直接躺在垫子上睡觉 这一下可把西片搞不会了 但他还是在坚持做陷阱 没想到高木突然告诉他 要是两个人在体育室待久了 恐怕会被误会吧 吓得西片赶紧开始解开陷阱 高木又说 大门其实能打开 西片只好低声道歉 说自己只是想吓一下他 然后他起身准备去开门 却发现门打不开了 西片大惊失色 不要啊 他还没有吃午饭呢 高木哈哈打笑 说门已经被他用扫帚堵住了 西片这才知道 自己又被骗了 两人出门后 西片准备回教室吃饭 没想到高木却发现 他刚才在体育室摔了一跤 于是拉着他要去保健室消毒 西片原本不想去 高木却说他是怕痛 西片打死不承认 然后跟着他到了保健室 众所周知 保健室是没有老师的 所以高木表示 要替西片消毒 西片总觉得他会捉弄自己 不过高木却说 在消毒结束之前 尽可能不去捉弄西片 结果在上药的时候 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赌局 要是西片喊痛的话 就算他输 西片跟他拼命地忍受 然后发现根本就不痛 就在他稍微放松一些的时候 高木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 把西片骗得说出痛字 西片一下就输了 高木又坐在他旁边 说他既然这么想赢 不如就试着牵一下自己的手 西片耳朵都红了 高木说从体育室出来后 他俩就一直独处 世界这么大 但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块 西片的小手一眼看就要抓上了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收了回来 默默地把裤子放下 跟高木说了声谢谢 另一边 闺蜜三人组在街边 捡到了抽奖券 原本阿友是想把它交给警察 可是他又觉得 万一抽到一等奖很赚 再加上最金币 有些好奇 高木说 最高好像能中100万日元 西片感慨 这是他多少年的零花钱呢 高木问他 如果中了100万日元 他要做什么 西片当然是想买喜欢的游戏和漫画 高木觉得挺没有梦想 于是两人打赌 看看谁的100万日元更有梦想 西片说 自己将买下所有的游戏和漫画 这样足够热血 有梦想了吧 你只是说加了个BGM而已 并没有变强哦 于是西片问高木拿到钱的梦想是什么 高木说他会先去买喜欢的衣服和包包 然后和喜欢的人一起旅游 去想去的地方 两个人一起开心才好 然后晚上去看烟花 逛夜市 拍照片 这好西片有些羡慕 高木喜欢的人究竟是谁 没想到高木突然叫了西片的名字 问他下日祭典想去干什么 西片照常回答 然后意识到他在问自己 下日祭想干什么 莫非高木其实 很快西片自己否认了 优先排出正确答案 今天是高木做知识生 西片也早早的过来了 他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猜拳游戏 决定今天一定要拿下高木 结果他的计谋在高木面前根本没有用 反而还被高木反套路了 问他喜不喜欢看少女卖 西片下意识的点头 结果就掉进了陷阱里 高木提议再来一次 这个时候高木赢了 他突然问西片喜欢自己吗 西片降在原地 他差点就点头了 可点头不是 抬头也不对 身体已经完全忘记可以摇头这个反应 西片记得电视里的专家说过 人类心中想的和身体会受着相同的反应 不承认 但是也绝不想撒谎 最终折中抬了头 老老实实的替高木擦黑板 昨天的整骨没能成功 但今天已经有了新的计划 他专门做了一个升级版的惊吓盒 然而到教室的瞬间 他发现高木不对 手上的盒子迟迟无法送出去 就连上课的时候 高木也一直没有跟他讲话 西片忍不住在课间 悄悄观察高木 结果被同学发现并嘲笑了 但他的视线中只有高木一个人 好不容易等到放学 他手上的盒子还是没能送出去 今天高木竟然出奇的没和他一起走 西片总觉得他哪里不对劲 然后他发现今天竟然没有被整骨 西片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在回去的路上发现神社门口有自行车 他下意识的走了进去 竟然真的看见了高木 高木的心情看起来不太好 西片问他发生了什么 高木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西片怀疑自己可能有些多余 正想着要不要离开的时候 手上的盒子掉落 高木突然捡了起来 西片担心会吓到他 没想到高木一打开 拂面而来的是小棉花树 你管这玩意儿叫惊吓盒子 这明明是小两口的感情催化剂好不好 高木也被逗得哈哈打笑 西片这才问他 今天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 竟然一次都没捉弄自己 高木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怎么还被捉弄上瘾了呢 他这才告诉西片 今早出门前和母亲吵了架 不过现在心情已经好了很多 西片松了一口气 说自己要回去了 没想到高木竟然叫他陪自己一会儿 西片竟然真的乖乖听话停了下来 你小子就是太喜欢他了 所以每次都不成功啊 这也还意识不到嘛 西片回去看着设计图叹气 这一次又失败了 不过并没有白做 至少高木笑得很开心 这个时候 西片收到了小胖的消息 这家伙竟然用手臂假装屁股发过来 就在他想用同样的手段 整骨高木的时候 突然想起他今天心情不好 有些犹豫 没想到小高发消息 是他已经和母亲和好了 之前他们吵架 是为了家庭旅行的时间 西片松了一口气 赶紧把照片发过去 没想到小高早就知道这个整骨 然后突然又问西片喜不喜欢牛排 西片下意识想回答喜欢 然后感觉好像说这话有点像告白 然后他赶紧说喜欢 和号加一个牛排 高木早就料到他会这样回答 继续给他下套 因为隔着屏幕西片脑袋转起来了 没上当 并且还想出了新的绝招 把接吻同音的东西写下 问高木喜不喜欢 但转间又担心 高木真的被吓到了 自己一个人在家中纠结 好不容易等到了回信 打开一看 竟然是小胖的消息 他心情失落 没想到高木又发来了消息 竟然是视频回复的喜欢 并且还说西片脸红了 西片确实脸红了 但是他不承认 只是西片不知道 此时的高木脸也很红 这天西片来到学校 因为没休息好 一直在打哈欠 高木干脆将自己的眼药水 借给他用 西片自己滴 怎么都滴不进去 于是高木表示 自己可以帮忙 但要是自己滴进去了 西片想听他一个命令 西片赶紧把眼睛闭上 不想让高木成功 没想到高木一戳他腰 瞬间成功 对于那个命令 就是让西片帮他滴眼药水 如果他不能成功的话 也算认输 眼看高木闭上眼睛 西片莫名有些兴奋 但他并不知道 要如何让高木睁开眼 没想到高木突然开始倒数 西片倒是想试一下 这层戳腰的小方法 可是高木只是咽下怕痒 他根本就不敢去碰 就在他准备扒了眼皮 直接滴眼药水的时候 阿友正好打开教室门 撞见这一幕 CP头子掉头就走 天哪 他都打扰了什么 高木笑眯眯的说 西片输了 西片吐槽 现在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嘛 这个时候 北条也发现站在走廊的阿友 阿友说 西片和高木在教室里 疑似接吻 他觉得北条十分成熟 问他要不要一起偷看 主要是哪个磕CP的心死不了 北条看了一眼 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嘴硬的说 这也就是小孩子的对话 老大阿友十分的好奇 马上又到夏天了 西片把高木叫到小广场 表示要和他玩一场捉迷藏 地点是从小广场到河边 时间是三十分钟 两人猜拳 西片输掉了 而这也在他的计划之中 因为他早就找好了藏身之地 等到高木数到六十秒之后 他就躲到了小广场后方的油桶那里 他想看高木找了三十分钟 都找不到自己气馁的样子 没想到高木早就发现他了 趁着太阳大 两人干脆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没想到这个时候 好友和北条竟然路过 并停下来休息 西片这一站 往而不好意思说话了 两人都没想到 他们竟然是那种关系 一眼看他俩 在那喝上饮料 聊着天儿 气氛正好 西片其身想要离开 免得打扰他们 高木却说 他现在出去 才是真的打扰 而且对方也可能误会他们俩 西片顿时面红耳赤 不敢说话 高木却突然说 他有一个办法 不会被误会 西片眼睁睁的 看着高木的手 靠近自己的手 身体也开始往自己背方倾斜 他害羞的一哆嗦 滚出了油桶外 两人被他吓了一笑 高木也跟着探头 西片赶紧解释 他们是在玩捉迷藏 高木笑眯眯的时候 确实挺让人心跳加速 这一下西片和好友全脸红了 明天就是暑假了 西片正在战略性撤退 高木却突然从路边 捡到一张纸条 上面粗糙的画着一个小地图 西片一下就来了兴趣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藏宝图 但他又担心 说出来会被高木嘲笑 没想到高木 竟然和他想到一块了 甚至主动提出 要去找宝藏 估计早就看出西片心中所想 于是两人顺着地图 一路走到森林中 高木看起来十分的高兴 他一路走 一路发现 这个地图像是两个人一起画的 两人一路过去 顺着枯木找到的地点 高木看一眼 树上刻着两人的名字 他一下就猜出 这里可能是画地图的 两人接吻的地方 西片很不好意思 想说现在就回去 高木却坐在了树下 说这里很凉快 休息一会儿 西片一直在想 那个地图和Kiss的事情 没想到高木突然靠近他 问他要不要在这里一起 西片紧张得满头大汗 然后就看见高木掏出耳机 问他要不要一起听音乐 先使用猫咪的叫声 把西片忽悠了 然后又主动递出耳机 西片觉得这样被人看见 一定会被误会 不过高木并不在乎 倒不如说他还希望这样呢 暑假到了 西片故意打听高木会路过的地方 然后在那边蹲点 准备和高木一决胜负 但是他非要假装这是偶遇 然后两人打赌 算走到树木下的部署 高木突然表示 那边太远 不如就到电线杆 但这也在西片的计划之中 因为他已经算过 到电线杆的部署了 没想到高木看了他一眼 说到第二个电线杆那里 西片赶紧重算部署 没想到跨过第一根电线杆的时候 就已经超过之前数的数量 他意识到两人之间的步伐不一样 这美滋滋的觉得自己靠近胜利 没想到高木突然问他 是不是在这里等自己 毕竟自己马上要去的目的地 和走路的方向一致 西片一下就傻眼了 坏了 自己可能要被怀疑成跟踪狂了 没想到高木却突然问他 是不是喜欢自己 不然怎么假装偶然来见自己 西片满脸通红 但也没有否认 这个时候高木又问他只是第几步 西片已经想不起来了 于是比赛作废 高木告诉他 明天他要去家庭旅行 男生有什么想要的特产吗 西片说没有 高木就笑眯眯的离开了 他今天约出来的朋友是一个妹子 妹子一看就发现高木心情很好 家庭旅游结束后 西片在图书馆见到了高木 高木竟然真的跟他带了图特产 还是他最喜欢的少女伴的周边 不是 这个玩意竟然还能有周边 但是西片也带了图特产给高木 他们一家也去家庭旅行了 这个礼物他在旅行过程中一直在找 包装盒上没洗 但东西特别的酸甜 所以他想整蛊一下高木 然而高木却得知 他是今天早上他买的 笑眯眯的问西片 刚回来就想见自己 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送礼物吗 西片顿时就不好意思了 他觉得再这样说下去 自己可能就要露馅了 赶紧拿着礼物表示要回去了 因为他总觉得有段时间没见 高木好像更漂亮了 高木却说自己要去趟神社 跟着西片一起回去 路上西片不太好意思看高木 他问高木为什么要去神社 高木说西片给的点心 大家要一起吃 西片觉得都能够看到 高木露出酸涩的表情 顿时高显的答应了下来 高木一边走一边说 西片就连旅行都在想自己 不然怎么会一直在想给他买什么礼物 西片支支吾吾的说不出反驳的话 因为他确实在想高木 虽然只是整骨 不过高木还是很高兴 见他如此欢心 西片反而不好意思了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告诉高木 这个点心包装没写 但其实很酸 要小心 高木哈哈大笑 他早就知道了 到神社的时候 他让西片先尝了尝 点心味道确实不错 只是稍微有点酸 高木问西片 还记得自己和母亲吵架的事吗 他们家原定家庭旅行的时间 是在夏日记当天 但是高木却在和母亲商量过后 空出了时间 他表示 只要有人来约自己就会去 尤其是某个经常被他捉弄的人 这已经不是暗示 是名牌了耶 西片又不笨 一下就听懂了 连你刷一下红了 一天后 西片在骑出门的路上 遇到了提东西的高木 他看高木提的有些吃力 表示可以帮忙 高木问他要去哪里 西片说他和小胖约好了 要去钓鱼 高木问他 要不要和自己一起去游泳 西片脸红 说自己和小胖先约好了 高木又问西片的 暑假作业做了没 西片说没有 高木说他也没做 不如明天开始 他们俩在图书馆 一起做作业 西片想起昨天在神社的事情 他紧张的想邀约高木 一起去夏日记 可话到嘴边 却变成了问作业 高木问西片 决定好论文题目了吗 毕竟夏天很快就结束了 西片陷入沉默 他没忍住 盯着高木看了又看 高木正在等他的答案 可一对上视线 高木又说不出口了 最后西片把高木送到家门口 高木给了他一瓶饮料 作为谢礼 看着西片骑车远去 高木推门准备回家 没想到西片又回来了 他垂着头紧张了半天 终于说出了口 要和我一起去夏日记吗 高木一愣 随后高兴的答应了下来 然后又塞给了他好几瓶饮料 并说很期待之后的见面 西片脸一下就红了 他逃得太快 并没有发现高木的羞涩 以及压不住的笑容 夏日记当天 西片在零食店走了半天 他紧张的起身掏口袋 发现手机忘带了 再抬头 高木已经穿着和服出现了 因为太漂亮 他甚至没反应过来 路上高木告诉西片 他刚才看见北条和好友了 这俩家伙也在约会呢 西片一听这个 就问他们是在约会吗 高木不慌不忙 这难道不是吗 西片刚想狡辩 一群孩子冲过来说 笨蛋情侣在约会 西片觉得自己不能这么上当 没想到高木又和他打赌 不如咱俩比比 看看有多少人 说咱们像情侣 西片脑子一热 竟然真的答应了 但他赶紧说 小孩子说的不算 相信大人 应该不会调笑他和高木 结果路过的老夫妻 看着他俩感慨年轻真好 他能出来约会 西片只好说 这样也不算 结果到了卖东西的摊位那里 摊主也说他俩是情侣 高木干脆提议 西片只要做出 有点像约会的举动 就算他赢 可西片一路过去 看着别的情侣贴贴的动作 他实在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做 好不容易看到 有一个捞金鱼的摊位 赶紧带着高木溜达过去 比谁捞的金鱼多 谁就获胜 如果自己赢了 高木之前说的就不算数 西片捞金鱼确实有一套的 但是他发现 高木的碗里已经有了两个 于是西片准备捞一只黑金鱼 可偏偏这个时候 旁边的小男孩也想要 西片手顿了顿 放开了那只到手的黑金鱼 结果自己的小网泡太久 坏掉了 高木反而露出了笑容 他喜欢西片 可不就喜欢这一点吗 这个时候 旁边的兄妹叹气 没能捞到更多 高木干脆将自己的金鱼 送给了两人 这小两口果然绝配 这个时候 闺蜜三人组也来到了夏日集 他们并没有发现 角落中的西片和高木 高木问 章鱼烧好吃吗 西片点头 高木就让他喂自己 西片想了想 这和情侣动作没有区别 只要喂了 就能算自己赢 想是怎么想 但是他做不到啊 随着集市上的人越来越多 西片还看见了闺蜜三人组 他吓得立刻躲过身 然后就发现 高木不见了 他紧张的到处找人 才看见高木在远处等自己 靠近高木后 西片再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 两人继续玩游戏 两人比套圈圈 西片觉得自己有优势 虽然开局被高木吓了一跳 但接下来 他又获得了高分 万万没想到 高木说老师来了 是真来了 最后一下 西片惨败 不过这个分数 还是足够他挑一个礼物 西片挑了一个簪子 送给高木 你小子终于懂了呀 高木让他帮自己拿包 反手将簪子戴上 然后将自己获得的面具 送给了西片 两人来到人稍微多一点的地方 西片看着高木的手 又有些犹豫 要不要牵 这个时候 小胖和眼镜男走了过来 小胖一眼就看见西片手上的小包 立刻拉着眼镜男 说有事就先走了 这哥们也是个高情商爱 西片松了一口气 主要的我却发现高木不见了 此时 高木也发现西片消失 烟花已经开始绽放 两个人在人群中不断找人 小胖坐在上方 远远看见高木往楼梯上走 此时 另外两对情侣站在喂狗粮 小胖也终于发现 挤在人群中的西片 立刻站起身 对他大声喊 上面去上面 小胖 你是真的好兄弟 烟花已经到了尾声 高木也失落 转头却发现西片追了上来 两人急忙朝着对方跑去 见面的瞬间 烟花就结束了 虽然错过了烟花 但他们并没有错过彼此 巡舍的人流往下走 西片主动牵起高木的手 眼红的说 这边路比较陡峭 不要再走散了 这家伙终于A上去了 受不了了 林桌学霸 两小无猜 西片被自己的腹黑同桌 高木拿捏得死死的 悄悄买了一个练习握力的小道具 特意在高木面前展示一番 高木问他 练这个是为什么 这下西片答不出来了 又不好承认 是觉得很帅 没想到高木突然在一旁打节拍 西片瞬间理解为 他是在挑战自己 如果自己没能跟上高木的节奏 就输了 你那莫名其妙的胜负欲 究竟从何而来的 他觉得自己处在不利之地 毕竟高木只需要喊节拍 而他却要用手握 这个时候 高木突然加快节奏 西片觉得高木太过冲动 自己胜利在望 然而手速却快跟不上了 没想到高木竟然停了下来 西片还以为自己赢了 抬头却看见高木 似笑非笑的表情 对方向自己伸手 西片本以为 他要和自己比握力 爪子刚伸过去 高木笑秘秘的说 他想要的是练习握力的道具 西片脸红的想要抽手 没想到高木却反握住了他 他眼前一花 高木已经换上了御医 两人又来到了夏日烟花晚会 因为松开了手 高木不见了 西片只能捡起地上的簪子 然后他发现同桌变成眼镜男了 然后画面不断切换 高木掉进河里 河心指着一堆男同学 问他哪个是他掉的同桌 吓得西片面色扭曲 这个时候 少女漫画中的主角想抢走高木 西片几乎下意识地冲了上去 然后磨倒了猫咪的尾巴 随后发现高木穿着奶牛睡衣 西片傻眼 在混乱之中惊醒 发现自己还在暑假 这是多么美好的惊喜啊 但他却慌乱地看了一眼后方 太好了 昨晚的烟花晚会不是梦 但他没想到 自己在梦里都会被高木捉弄 夏日季之后 两人在小广场见面 西片有些倔悦地走到高木面前 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做梦梦见高木 西片赶紧岔开话题 问高木是不是有什么事 高木决定约他去四处逛逛 因为明天就是暑假的最后一天了 西片说昨天自己才去海边玩了 整个人都晒得黑曲曲的 只是他没敢说自己后背被晒伤了 没想到高木却拍了拍他的后背 问他晒得痛不痛 西片嘴比水泥地还有 不想承认 然而当高木再次抬起手的时候 西片屈服了 男子和大丈夫 屈服于老婆有什么问题啊 高木让西片猜惨 他约西片出来是为什么 猜中了自己就不会再拍西片的背了 西片起先以为他是来还自己的漫画 结果就被高木拍了背 然后西片又觉得 高木是为了捉弄自己才把他叫出来 没想到高木沉默了一半 说猜对了一半 高木就没有拍他的背 当西片问另一半是什么的时候 高木告诉他很单纯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说 西片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难道他是为了来见我 高木意识到他可能知道了什么 但是西片最脸红的不敢承认 高木还特意捉弄了他一会儿 哟哟哟哟 这不是胖虎和小夫吗 别人谈恋爱 你们俩哥那比晒伤啊 胖虎觉得自己的人生好空虚啊 隔壁闺蜜三人组也在感慨 帅太阳会变老 琢磨着敷面膜防止老化 断架不住两位好友想吃黄瓜 于是最后黄瓜面膜 全紧了三人的肚子 开学了 高木又见到了白回来的西片 这回西片掏出了一个恐龙惊吓盒子 高木和他打赌 如果自己真的发出了哇 就算西片赢 把西片唬得一愣一愣的 最后盒子打开 却变成了漫天的烟花 西片得意洋洋的问高木 自己赢了吧 没想到高木却笑眯眯的看向他 说两人终于一起看烟花了 然后将手伸向西片 此时樱花飘落 西片突然脸红的说了些什么 但是风太大 高木没听清楚 他从梦中醒来 感受着早晨的清风 露出笑容 想着以后让西片亲自说出那句话 收拾好书包 见到西片 仍然还是那个晒得黑黑的西片 西片说为了庆祝新学期 他特意做了一个好东西 还没等他掏出来 高木就问他 是不是惊吓盒子 吓得西片手一哆嗦 盒子摔了出去 竟然真的是装着小恐龙的惊吓盒子 今天一早 西片离开家门去学校 感觉好像在拐角看见了高木 还立刻警惕起来 走到路口 想看看是不是高木整骨自己 结果一探头 高木又不见了 此时对方正躲在电线盖后面 等西片离开后 高木又悄悄跟了上去 此时西片的高木捕捉器 已经达到顶峰 他觉得高木一定就在自己身后 然后突然刹车一个猛回头 但是高木已经预判到了他的预判 西片不信邪 追到拐角处 没有看到高木 心情一下滴落了许多 然后高木却躲在另一个灌木丛里 西片觉得不应该 然后走到前方躲起来 准备等高木自己走出来 发现没有人 他顿时有些失望 这个时候 西片在脚边捡到了一个蓝色玻璃珠 他幻想自己到学校 可以让高木猜下自己早上捡到了什么 只可惜 他并不知道 自己早已跌落进高木的陷阱 此时 高木已经加快步伐来到了前方的路口 仿佛不经意间和西片相遇 西片不知道 他的每一场偶遇 都是高木蓄谋已久的等待 当他准备让高木猜下自己捡到了什么的时候 高木却说出了蓝色玻璃珠 西片想破了脑袋 也没想到为啥 等人一起打扫卫生的时候 高木突然告诉西片 今天学校要检查随身物品 西片本来自信自己什么都没带 被高木反问了一句 是绝对没带吗 西片傻眼了 高木这话就让他有些不自信了 于是高木提议 不如两人掩饰一下 突击检查物品 怎么这就开始玩起了奇怪的不类 高木假装自己是老师 把西片吓勾呛 西片也不敢落后 决定也做老师 威风威风 发现高木笑秘秘的样子 他就决定 一定要让他知道老师的厉害 他今天非得下下高木 说他带了围禁的东西 正好旁边的体育衬衫好像有些股障 他又不好意思去拿女生的外套 而且高木以前就喜欢搞一些虚假的操作来框他 本来是想炸出高木的话 高木却让他自己去检查 甚至还开始了倒计时 西片越想脑袋越晕 为什么是高木开始倒计时啊 明明老师是他才对啊 这个时候高木告诉西片 其实今天并没有突击检查 只是他记错了而已 而衣服下真的堆的是一本漫画 他准备把漫画还给西片来着 请各位同学在床上蠕动的时候 记得换一个姿势 单方面蠕动对腰不好 老师这个CP头子 把西片和高木安排到了图书馆 当图书委员 这一下两个人每周都要少一天休息的时间 高木却觉得在这里看看书 很快就过去了 西片嘴硬的表示 自己也看了不少书 然而在图书馆里找书的时候 看见恐龙图件 当时都兴奋了起来 这个时候高木走了过来 问他要不要互相挑书 然后交换看 西片吓得赶紧把恐龙图件藏了起来 交换书的时候 西片随意选了一本 没想到高木竟然拿来了恐龙图件 等人交换之后 西片反而看不进书了 他突然发现 认真看书的高木很漂亮 竟然看着看着 就有些脸红了 高木问他是不是又想和自己比赛了 这一回西片竟然没有回答 高木突然一愣 然后张口说了一句 我喜欢你 西片脸刷一下就红了 随后发现 高木竟然是在朗诵书内的台词 他也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些失落 两人约好下周再交换书看 高木表示 图书馆什么书都可以交换 只是他不推荐西片今天找的书 西片诧异 难道自己找的书这么难看吗 高木摇头其实挺好看的 只是不能推荐给西片 不然他就会发现 上面根本就没有那句台词 放学后 高木帮父母跑腿 刚好路过附近 发现西片正在跑步 得知他之前还跑到海边过 高木突然笑咪咪的问他是真的吗 西片瞬间就上了激将法的道 为了让高木更加佩服自己 他决定再跑到海边一次 然后拍照发给高木 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然而他今天本来就锻炼到了尾声 跑到海边的路程刚过了一半 他就累得够呛 可是一想到能让高木说出佩服的话 他就咬牙冲了上去 终于来到了海边 差点累瘫在沙滩上 他立刻拍下照片 发给高木 高木却回了他一句 夕阳真漂亮 谢谢你 西片本来想提醒高木看海 不然自己跑过来 岂不是像是在给高木拍照片一样 没想到这个时候 高木却出现在他身后 原来他把东西送回家后 骑着车来到了海边 他给西片递了一瓶水 两人就坐在沙滩上 看着夕阳 高木戏弄西片 为了给我拍一张照片 竟然真的跑到了海边 西片脸红 听见高木说 幸亏来海边了 因为看到了夕阳和你 真是好风景 西片怦然心动 就觉得高木恐能在心动他 可当他听到高木快他厉害的时候 顿时窃喜了 眼看时间就来到了十月份 热浪未消 西片和高木都起了个大早 在教室里碰面 见高木因为天气闷热而苦恼 西片却掏出了自己带的大扇子 冷眼洋洋的在高木面前展示 高木就和他打了个赌 看谁能用扇子 让橡皮移得更远 输了的那个人 就要给对方扇扇子 西片对自己的体力很有自信 已经开始换下高木给他扇扇子的样子 然后对着橡皮一通操作 却没想到 风全部都吹到了高木的身上 不过橡皮还是挪动了 发现他非常的惬意 西片却立刻表示 该高木比赛了 万万没想到 高木接过扇子 却直接用扇子把橡皮推走了 他只说了用扇子 让橡皮移得更远 却没说一定是要用扇风这招啊 这件事告诉我们 做题之前一定要先审题 无奈西片只能老老实实的 给高木扇风 没想到这个时候 高木走到了他旁边 说两人并排站着 他也能被风吹到 西片的体温迅速上升 他狡辩 这是因为刚才用的力气太多了 于是高木又凑近了他一些 这样西片能扇闹的风就更多了 西片一边扇风 一边不好意思的撇开头 下午 西片在和朋友讨论热血漫画的主角 路过的高木正好听见 于是等西片一个人看漫画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乒乓球滚到了他脚边 西片情不自禁的捡起乒乓球 开始模仿棒球漫画中的攻击 就在他即将丢出去之前 察觉到了讲台上的高木 西片直接僵在了原地 他拜托高木替自己保守秘密 没想到高木竟然从柜子里掏出了托板 表示自己也想玩这个游戏 如果西片能让他三阵出局 他就帮西片保守这个秘密 而此时 西片站在脑海中展开训练模拟 对手就是高木 才想起热爱棒球的教练 以及手上的经纪人小夫 还有遇到的伙伴们 他一定要把这一球打出去 高木突然笑了起来 问他这也是漫画里的台词吗 西片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但是没了幻想后 根本就无法集中精神 这一球输了先机 直接被本雷打拿下 高木表示可以帮西片隐瞒秘密 但是西片得把他看的漫画书借给自己 西片没想到 竟然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可他担心 高木会觉得这个漫画无聊 没想到高木却表示 只要是西片喜欢的 他都有兴趣了解 等他看完了 他们俩再模仿漫画里的角色比赛吧 西片脸红 又一次不承认 此时闺蜜三人组正在救小猫 一直看起来胖敦敦的小猫 好像卡在了墙里 没想到突然天降大雨 三个人在屋檐下躲雨 没想到小猫从墙缝里面钻了出来 原来他不是胖敦敦 而是毛发比较蓬松 刚才也没有被卡住 三个两脚兽赐作多情罢了 几天后天气预报失常 放学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 即便就因为天气预报的缘故没有带伞 他总觉得自己会被高木嘲笑 于是放学的时候立刻杀到了楼下的失误招令所 连和高木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 问那边的管理员 有没有遗事的雨伞 在登记了名字之后 立刻借用了雨伞 下楼的时候 他发现高木不在 还以为高木是回去了 他借伞也是担心高木可能会逗他 比如故意邀请他撑一把伞 然后问他是不是害羞了 而今天西片这么早回家 也是为了他喜欢的运动翻联动动漫 他正着急回家去看呢 可走到一半西片的脚步顿住 今天的雨来得很突然 高木他带伞了吗 他下意识的担心起了高木 可是又觉得高木这么聪明 应该不会忘记带伞 但仔细想想 之前好像高木也忘记带过伞 他很担心今天也会这样 可嘴上就说应该不会这样 然而西片口鲜提正直 此时高木真的还留在教室里 他一边写作业一边等待雨停 突然发现门被拉开 肩膀被打湿的西片走了进来 得知高木没有带伞 叫他写作业 他欲言又止 脸红了半天 还是高木问他 有没有借到伞 毕竟一下课就往门外冲了 西片表示借到了 然后怪不好意思的问高木 要不要一起冲伞 此时高木的嘴角已经咧到了耳后 可CP的本人也快昏迷了 尤其是高木说 西片因为担心他才回来 竟然还放弃了最想看的特别片 西片疑惑 高木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 高木说 关于西片的事情 他都知道 西片害羞 又觉得高木是在逗他 最后两人撑着一把伞 离开了学校 今天早上一过来 西片就换上了冬装 他表示 看了天气预报要降温 没想到高木还穿着夏季的校服 他和高木打赌 赌高木今天一定会说好冷 如果他说了的话 就算自己成功 结果这一整天下来 高木都没什么动静 西片也故意没有提这件事 一直到放学的时候 两人一起回家 西片觉得眼下就是最好的机会 他要用同音字诱导高木 说出怕冷的话 上次高木在医务室 也是这么坑他的 然而高木已经预判了他的预判 将写音字从中间断开了 这样一来就无法让高木上当了 然而这个时候 西片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因为高木说过 他不会对自己撒谎 所以他直接问高木 今天天气降温 你觉得冷吗 没想到高木反而问西片 如果我要是说冷 你会帮我取暖吗 眼看高木步步紧逼 西片脸红的后仰 那最扛不住高木的眼神攻击 立刻举手投降 不说自己认输了 终于到午休的时候了 西片带着便当直接起立 却发现自己三位好机友 全部躺平 纷纷请假在家 没有来学校 西片有些失望 今天他只能一个人吃饭了 他提着便当从高木身边路过 高木看了他一眼 哎呦 老单了 偷袭 此时西片正蹲在楼梯到 默默吃饭 他本来安慰自己 一个人吃饭也没什么 然而吃着吃着 还是感觉到了寂寞 没想到这个时候 高木走了过来 问他要不要一起吃饭 西片有些惊讶 为什么是和自己一起 高木却说 看见西片有些寂寞 怕他寂寞 所以来捉弄他 西片震惊 他在说什么鬼话 两人沉默着吃了一会儿饭 高木突然提议来打个赌 就用那种便当里的炸鸡块当赌注 如果他输了 就把自己的炸藕盒给西片 而打赌的项目是饭团里的馅料 西片自觉看到了一点点鲑鱼肉 认为那一定是鲑鱼饭团 但没想到 那竟然是没干口味的 输掉了炸鸡块 西片泪流满面 这个时候 高木表示 会把自己的藕夹给西片 但是单还给他 就不算惩罚了 他用筷子砸起藕夹 西片脸刷得红了 莫非高木是打算喂给他吗 就在西片心跳加速的时候 高木夹起藕夹放到了他的碗里 害怕又期待 然后落空的神色 在西片脸上翻滚 高木还问他 难道西片是想让他喂他吗 西片立刻狡辩 说自己才没有那么想呢 他嘴硬的说 自己一个人吃饭也比较开心 不过还是感谢高木陪他一起吃饭 高木问他 下次还要陪他一起吃吗 西片脸红红 但是没有拒绝 小夫说 他拍到了UFO的照片 西片有些羡慕 没想到这个时候 闺蜜三人组路过 会有些同情的看伤小夫 这么大岁数了 还相信UFO啊 早苗也无情的揭穿了小夫 原来那张所谓的UFO照片 是拿自导自演拍出来的 昨天早苗散步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这件事被曝光后 西片也想尝试用石头 拍出UFO的感觉 高木得之后 决定帮他一把 不过再怎么丢石头 也只能拍出石头的样子 高木问西片 真的相信有UFO吗 西片一脸肯定的点头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作假 高木其实并不太相信UFO 不过他并不觉得 西片的想象是假的 问他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去寻找真的UFO呢 西片心说 谁不是看不见吗 这个时候高木表示 如果自己是外星人 应该不会在西片面前出现 不过偶尔出来 逗一下西片还可以 西片表示 如果自己是外星人 一定要拐走高木 这种不相信UFO的人 吓一下他 没想到高木却告诉西片 如果是你的话 拐走我也没有问题哦 西片 高木的直球都快把你脑门砸烂了 怎么还get不到啊 这个时候 高木再次丢出一个石头 西片立刻拍照 然后发出叮喜的声音 天呐 这个石头好像UFO啊 高木一看照片 这不仅仅是笑了 他扭头看了一眼天空 那里真的飘着一个飞船 但下一秒就消失了 高木告诉西片 他拍的这个 可能是真的UFO哦 不过西片完全没有发现 离开空地的时候 西片说今天浴室坏了 所以他要去澡堂泡澡 没想到高木却向他打听了具体时间 西片本以为高木会来澡堂埋伏他 可到了现场后 并没有看到人 他竟然有些失望 想着喝杯水果牛奶 冷静一下 没想到高木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身后 西片竟然诡异地松了一口气 高木问他 刚才是不是在找自己 原来高木算了算西片泡澡的时间 知道自己洗得比较久 于是就先进去了 两人泡完澡后离开澡堂 并肩走的时候 西片闻到了高木刚洗完澡 飘来的香皂味 高木感慨 这还是挺新鲜的体验 毕竟两人晚上很少一起走 这大晚上的都看不清对方的脸 高木立刻提出赌局 看看谁脸红 谁就算输 哥们儿 比赛不是让你白给 你一天被高木撩得脸红好几次 还提出这个赌鱼 时间输得不够快嘛 但因为太黑 自我否认的不算 而如何判定对方有没有脸红 则是高木说了算 高木立刻挫到西片的脸面前 两人靠得极近 高木说 这样就能看出来有没有脸红了 此时西片的脸已经通红了 光速白给 他发现自己被捉弄惨了 两人在路口准备分别 西片一边叹气 一边叫住高木 说天这么黑了 自己先送他回去吧 高木愣在原地 竟然沉默了 他嘴角的笑意都快绷不住了 转过身告诉西片 这个话好像是对女友说的 西片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高木说 自己的家很近 没有问题 然后高高兴兴地溜了回去 后排靠窗 王的故乡 此时的学校内属于高木的位置 已经变成了一个叫小千的女孩 她和高木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咱不说也知道 她的父母是谁了 小千的旁边也坐着一个 黑发的帅气男孩 发现小千不喜欢吃青椒 她竟然主动抓了过去 小千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想到男孩只留下一句 因为喜欢 小千还以为她是喜欢吃青椒 闺蜜却告诉她 这家伙从小就讨厌吃青椒 喜欢可能是指的 因为喜欢的人为难了 小千脸顿时涨红 觉得这不可能 要是自己去问了 一定会被捉弄 闺蜜说 正是因为喜欢 所以才会捉弄 小千总觉得 这话好像在母亲那里听过 话说回小千的父母这边 上前还年轻的两人 仍旧在教室上课 即便一凿吃了青椒 整个人都有些扭曲 小高说她的味觉 有些像小孩子 即便顿时就不服了 她也要猜猜高木 有没有讨厌的食物 并想借此机会嘲笑高木的味觉 像小孩子 结果高木给她提供了几个特点 表示 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算不算食物 听说是黄色的 还有一点酸甜 能补充能量 西片立刻猜测是菠萝 高木却说 答案不是这个 而是能量型饮料 她都说了 不知道算不算是食物 西片一想 还真是 这个时候高木又问西片 如果自己有机会给她做饭 到时候她说不定 会给西片做好吃的青椒 西片一愣 本想说应该没有那个机会 可是发现高木笑得很温柔 西片 青生嘀咕 那还是不要放青椒的比较好 此时 闺蜜三人组正在吃饭 阿游把自己不喜欢的胡萝卜 给了美奈 结果美奈要把自己的尖角分给她 阿游说自己受之有愧 美奈却说她很喜欢胡萝卜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小苗一把抓过来尖角吃掉 得 我知道小千的男友 是谁家的孩子了 为了偿还美奈的饺子 小苗却买了一个波罗面包 和她交换 正好路过西片他们那边 一定要搞炸几块咖啡厅 不过早苗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因为下午文化节投票的时候 班上选的是话剧 阿游问老师 能不能在今天把角色定下来开始排练 他们这个故事也很简单 讲的是一个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故事 某个地方有一位被诅咒变成青蛙的王子 朱利夫 一直躲在森林里面独自生活 某一天 他跟乌鲁森林的公主罗密戴 有了命运般的邂逅 两人开始幸福生活 但却有一个黑魔法师想要拆散他们 换消息缝何怪 好消息全逢了 戏片感慨 这个黑魔法师有点意思 高墓就发现 他似乎很有兴趣 而在选角方面 阿游优先推选高墓 毕竟看起来又高又文静又漂亮 所以众人都推选高墓作为公主 不过最终还是要投票决定 高墓问戏片怎么看 戏片脸红的表示 全班选出来的一定是最好的 最后高墓以全票通过担任公主 而至于对戏的青蛙王子 需要在高墓面前扮演角色 看看哪一个才最合适 于是高墓突然和戏片打赌 如果戏片能够被选为王子 那就算他赢 戏片脸红 这也算是啥子比赛 而众人把地方空出来 男生们排队上前表演 结果一开口就被刷了下来 至于小夫 直接被内定为黑魔法师 眼看就要轮到戏片了 众人发现 戏片似乎还真有那么点感情 旁边的阿游 已经快磕晕过去了 高墓突然对戏片露出一个笑容 戏片认为 高墓一定是在对他示威 觉得他不敢说出王子求爱的台词 结果一转头 刚说出心爱的三个字 两人的视线对上 戏片仿佛看见高墓穿着公主裙 站在自己面前 此时旁边的胖虎 因为没有拿到心爱的炸鸡选项 他说话时 对炸鸡饱含了爱意 早苗临时改剧本 决定选用他作为猪王子 最后戏片的角色成了团子 也行吧 和王子只差了一个王子 高墓说自己还挺想听 戏片那些表白的话呢 戏片顿时脸红 暴雪的时候 他表示要带高墓去一个地方 高墓想秘秘的问他 是不是又想练习表白的话 戏片脸红的反驳 不是那样 然后带着高墓去了后山的池塘 说是要和他比试比试 谁先钓到鱼 高墓甚至能猜到 他早起把鱼竿藏到了这里的样子 两人就这么坐在池塘那里聊天 高墓问戏片 这个池塘里有没有大鱼 戏片好像听同学说过 高墓表示 如果谁先钓到大鱼 谁就算赢 没想到这个时候 高墓已经钓到了第一条鱼 甚至都开始想 有什么惩罚游戏了 戏片觉得 高墓一定不敢取下鱼钩 到时候还是自己获胜 没想到高墓却表示 他在家里会帮家人抱鱼 所以并不会害怕鱼鳞 失算了 不过戏片觉得 自己一定能超过高墓 万万没想到 高墓有新手buff 众所周知 新人的保护期收益都很高 所以高墓很快 又钓到了第二条 这个时候 戏片发现有鱼咬钩了 他几乎下意识地去抓鱼钩 没想到 那条鱼异常的庞大 差点把吸片给拽进了池塘里 高墓突然放下鱼杆 一把抱住吸片的腰 吸片顿时愣在了原地 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鱼呀 这个时候 鱼钩突然断掉 高墓发现断线后 有些失望 然后意识到 自己正抱着吸片 吓得立刻收手 吸片脸红地回头看高墓 却发现 高墓也表示很遗憾 不过吸片没有掉下去 就挺好 之后 吸片在回去的路上 都不敢说话 心脏一直在剧烈地跳动 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情绪 高墓却突然说了一句 恋爱 在日语中 恋爱和鲤鱼似乎是谐音 吸片觉得自己应该是误会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 高墓提出读书惩罚项目 是让吸片假扮王子 陪他对戏 吸片不好意思地答应了下来 无话节的表演日子即将到来 搞节目的大家开始了最后的彩排 胖虎和小夫 开始了猪王子和黑魔法师的 世纪大决战 没想到这段时间 被早苗采用了 有公主出场的时候 扮演团子的吸片看呆了 然而他的台词根本记不住 之前都被抓去 和高墓一起练公主与王子的戏份了 看到此刻的吸片被训 高墓的良心有一些痛 但却为给他们带来了慰问的食物 导演阿游很担心接下来的表演 眼看大家即将离开学校 吸片鼓起勇气 约高墓在天台见面 高墓说 那自己先过去 以为你小子开窍了 谁知 你是想让高墓 陪你练公主与团子的对话 此时 吸片带着剧本往天台上走 突然听到路过的两个同学 说要表白的是 他陡然意识到 上天台好像不太妙 而且自己没跟高墓说 是想让他陪自己演戏 他想了想 准备营造出一副 要排练剧本的样子 结果太着急 剧本落在了走廊 他一进天台刚要说话 高墓反手一个沉默 打断了他的攻击 就在吸片担心高墓会尴尬 自己着急结束 吱吱吱吱的时候 高墓突然上前一步 说自己的想法 和吸片一样 吸片脸顿时就红了 莫非他真的以为 自己要来告白 没想到这个时候 高墓突然套出剧本 说猜到吸片想练习对戏了 吸片脸红了又退 退了又红 最终还是老老实实 和高墓一起对戏 却没听见高墓说的那一句 有那么一瞬间 真的有些期待 第二天文化节开幕 吸片又开始想到 挑战高墓的方法 他找到了一个鬼屋 准备一个人走进去 溜达个十七八圈 直到习惯里面的位置后 再邀请高墓一起来玩 让高墓在他面前 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结果还没等他进门 就被高墓逮了个正招 高墓预判了他的预判 竟然来都来了 不如来个挑战 吸片和高墓打赌 即使看谁先出来 谁就是赢家 但是要一个人进去一次 吸片立刻按下即时 高墓先冲为进 最开始他还担心 这个吃人餐厅会把高墓吓唤 结果还没等他多想两秒 高墓就从出口冲了出来 用了才四十秒的时间 他对吸片说 里面做的相当精致哦 就在吸片准备冲刺的时候 高墓突然低声告诉他 听说这种鬼屋里 一般都会混一个真的鬼怪 而且在里面 要是被拍了四下肩膀 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哦 吸片神色僵硬 不可能 他绝对不相信 被这么一下 他拔腿就冲了进去 高墓还来不及开关即时 吸片在里面 被吓得惊叫连连 突然感觉 有只手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眼看对方就要拍到第四下了 吸片吓得一个回头 没想到那人 竟然是高墓 高墓拿着手机 说自己还没来得及计时呢 然后就表示 他即时想和吸片一起逛鬼屋 吸片一愣 最后一个鬼穿了出来 吓他一跳 高墓说 吸片的表情看起来很有趣 绝对不能错过 另一边 闺蜜祖达也有被早苗推荐 去参加大卫王比赛 坐在他旁边的 就是扮演猪王子的胖虎 而此时 北条想起男友冰口 不让自己去找他 忍一时 越想越气 猪接去了冰口的班级 看门一看 竟然是穿着女仆装的冰口 北条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随后 吸片他们班的话剧表演 要开始了 吸片也终于完成了团子的表演 眼看就是公主 即将对猪王子表白 此时 吸片回头看了一眼 刚好和高墓的视线对上 高墓说 想一直和他在一起 可视线 却落在了吸片身上 胖虎忍不住 王子扶住了公主 在魔法师的帮助下 逃往鬼岛 很黑魔法师扮演的小夫 将猪王子抓走 接下来的一个戏码 将会是猪王子死亡 两人上一眼悲剧爱情 没想到下场后 猪王子胖虎吃坏了肚子 他将求救的目光 落到了吸片身上 胖虎这人能处 有心 他是真窜的 而此时 吸片正在疯狂的看最后的剧本 高墓扮演的公主 即将选择追随猪王子而自杀 没想到高墓不小心踩到了道具 眼看就要摔伤了 吸片吓得丢掉剧本 冲出去抱住了他 结果胖虎能戴上的头罩 对他来说太大了 灯台的瞬间头罩掉落 猪王子变成了真正的王子 台下立刻发出了惊呼声 高墓在看见吸片的瞬间 露出了真心的笑容 此刻所有人都在等待下一段对话 吸片想了想 立刻改变了台词 说自己并没有被黑魔法师变成火腿 反而还恢复成了人类 这就是我们爱的奇迹 高墓双眼一亮 没有技巧 全是感情 他说 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他们从那个春天开始就邂逅了 吸片就是他真正的王子 然后立刻抱住了吸片 台下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导演他呢也被感动坏了 上方的导演都磕晕了过去 落幕圆满结束 悲剧变成了喜剧 这部舞台剧获得了极大的好评 小胖说虽然出了点意外 但结果是好的 这哥们是真的为好友打助攻啊 庆功宴上吸片也松了一口气 他问高墓 两人不应该是在秋天遇见吗 没想到高墓看了他一眼 说就是在春天 吸片顿时愣住了 难道他是在说 偏偏这个时候 别的同学喊高墓去唱歌 这天吸片正躺在床上 突然收到了高墓的消息 高墓发了两张狗狗的照片 说自己正在帮忙遛狗 问他要不要来 吸片双眼放光 跑得满头大汗 还非得嘴硬 说自己高好路过 可见喜欢的人 谁不是跑着去的呢 终于看到了狗狗 他高兴的摸了两把 高墓问他是不是喜欢狗狗的时候 这家伙却表示 自己才没有 然而接下来散步路上 却十分的开心 甚至还想牵高墓手上的狗绳 那也无所谓 反正你遛狗 高墓遛你 他想牵狗绳 却又怕被高墓说幼稚 没想到这个时候 高墓主动把狗绳递给了他 吸片立刻接过去 内心高兴的尖叫 高墓告诉他 狗狗很喜欢跑步 问吸片愿不愿意带着他 跑到神社那边 自己会慢慢走过去 吸片兴高采烈的答应了下来 然后带着狗子 一路狂奔到神社 一想高墓还要有一会儿才来 立刻抱着狗子 在地上搓了半天 没想到突然听见高墓的叫声 高墓问他玩得开心吗 吸片兴许的说还不错 路上他本来是想把狗绳还回去 因为想着自己一个人牵 怪不好意思 没想到小高说 无所谓 吸片牵着感觉更高兴 而且就是这样 他也很开心 至于为什么 他让吸片自己猜猜看 两人一直溜到把狗子送回去 吸片还在惦记高墓说的具体原因 光和高墓对视 他就紧张 高墓问他真的想知道真相吗 他表示自己会用邮件发给吸片 吸片紧张地打开 没想到是自己摸小狗的照片 可把吸片羞耻坏了 过两天放学后 吸片想起自己做夜望的学校 走到一半准备回去 让高墓先回家 高墓心说 逛学路还能走两段 还有这种好事 立刻陪着吸片一起回去了 回到学校 吸片才发现 还有不少学生没回去 高墓说 大多是留下来聊天的 之前文化记忆可多出了不少情侣 一说到文化记 吸片就想起高墓说的那个春天 整个人都有些脸红 读知这些学生没回去 应该是在交往 若是想到自己和高墓一起走 会不会被当作在交往啊 什么叫误会 这是联合国各国共同的决定 你们立刻马上去结分 此时在拐小处 吸片见到了胖虎和小夫 他吓得立刻表示 要去上厕所 然后从厕所的窗户溜了出去 准备找到一路的作业再离开 然后一路过去 发现了很多情侣 正好撞见了还没离开的真野和钟景 真野觉得吸片和他们是一样的 吸片还来不及解释 对听钟景祝福他和高墓 然后离开 没想到吸片走到教室 高墓已经在那里了 甚至还猜出他心中所想 问他 是不是担心两个人一起走 会被误会成情侣 所以想要甩掉自己 独自离开 吸片心虚的放低了声音 高墓跟他说 学校的情侣还挺多的 吸片视线飘忽 说自己并没有看见 结果路过的钟景和真野 又和他们打招呼 这一下可坐实了 他俩就是情侣 吸片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高墓却突然叫住他 说要不咱俩也留下 吸片羞涩的表示 没有什么理由要留下 没想到高墓突然靠近 说他有理由 吸片差点就被壁咚 高墓问他 要不要写完作业再离开 吸片被撩得羞怒 说作业得在家做呀 然后跟着高墓一起回去了 马上就到圣诞节了 吸片和高墓还在图书馆当管理员 吸片正在看书的时候 高墓从包里掏出了针织道具 吸片当时就震惊了 天哪 高墓竟然还会针织 高墓发现他一脸好奇 问他要不要试一试 反正他那里还有一个备用的毛线团 吸片有些不好意思的接了过去 在高墓的指导下尝试针织 但是并没能成功 高墓看了一眼 觉得口头解释不太好懂 于是起身走到吸片旁边 握着他的手叫他针织 吸片哪里还学得会啊 脑子都烫了起来 害羞的把毛线往旁边一推 说还是太难学了 但此时心脏已经跳到了180 高墓顿时就明白他害羞了 他没有过多去为难吸片 而是坐下来继续制围巾 并问吸片 如果要在围巾上打字 写什么比较好 吸片疑惑 这种不应该写自己喜欢的吗 高墓点点头 却说这条围巾是要送给别人的 吸片顿时警惕 旁敲刺激地开始问他 是送给父母的吗 高墓立刻摇头 反问吸片为什么这么好奇 吸片心虚地说 想看颜色合不合适 高墓告诉他 自己要把这条围巾 送给一个15岁的男孩 吸片震惊 年纪比我还大 他的心情顿时就复杂了起来 吃醋而不自知 问及颜色的时候 吸片随口说了一个红色 高墓便立刻开始打围巾 吸片的心情越发复杂 根本看不下去 高墓发现后立刻掏出手机 给他看了一个狗狗的照片 吸片还以为 他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心情 没想到高墓却告诉他 这只狗狗就是15岁的男孩哦 邻居家的奶奶说 这条狗的年纪太大了 然后拜托他帮忙 织一条围巾保暖 吸片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但嘴上还表示并不在意 高墓盯着他笑了起来 放学后 吸片又突然叫上高墓 去一个地方 表示爬上去 高墓就知道是什么了 他还特意问高墓 有没有爬过这个山 高墓说没有 吸片就一路和他聊漫画 翻路的时候 高墓突然问吸片 是不是有些计谋 因为他看起来 十分紧张的样子 吸片赶紧解释 并没有啊 你一定是看错了 但四底下 他确实有些计谋 刚才一直说话 就是为了分散高墓的注意力 等爬上台阶 他就问高墓 知不知道这个台阶有多少层 现在两人都过去一半了 他觉得高墓一定猜不到 然而登上山顶 高墓看着风景露出微笑 吸片一时间有些犹豫了 当高墓问吸片带自己爬山 是想让他看这个风景吗 吸片面色通红 立刻说不是这样 他说自己是想和高墓比赛 当他说出比赛题目的时候 没想到高墓立刻回答了出来 甚至还不需要吸片给他涨分 吸片震惊 他为什么会知道 高墓指着旁边的展示台 孟领唱了一块介绍牌 原来这个地方是很有名的情侣圣地 一共415个台阶 据说爬上来就可以涌结良缘 吸片这才知道真相 满脸通红 高墓哈哈大笑 他就知道 吸片不明白 既然吸片这下说了比赛 那也得有惩罚 听说在祠堂里的本子上 写上情侣的名字 就可以一直在一起 他刚开口 吸片就脸红的表示 自己没有喜欢的人 你小子是真能装爱 高墓也没有勉强他 只是说下次再一起来看风景 吸片愣了一下 然后害羞的说 这里可是约会圣地呀 高墓动动他 原本不就是你带我来的吗 另一边 北条也被冰口带到了梁园台阶 他一开始没意识到这里是哪里 然后想起是梁园台阶 有些不好意思 他还是准备在台阶上揭穿冰口 硬撑着说冰口 相信这些传闻是孩子气 结果等了半天 冰口都没有开口 好不容易开口 还非说这里是空气很好的地方 其实冰口知道真相 但是他怂了 不好意思开口 准备下次再说 北条却误以为 他是真的来看风景的 顿时觉得自己有些不好意思 但他还是得反杀一波 问他知不知道这里的传闻 但话到了嘴边又害羞了 最后说太孩子气 自己忘掉了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看风景 真夜和钟景 也开始爬这个楼梯了 路上真夜发现钟景态度如常 甚至没有一点害羞的意思 他只好委屈的走上台阶顶端 准备写名字 没想到钟景却突然打断了 并说这样不太好吧 真夜问他为什么不同意写名字 钟景这才接过笔记本 翻到其中一页 然后不好意思的告诉他 他之前一个人来过 当时他就写下了自己和真夜的名字 你以为这哥们是直男 但人家早就在外太空了 高啊 都高到缺氧了 至于闺蜜族的爬山 阿尤还以为他们俩是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才会来到传说中的良缘台阶 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和他们聊恋爱话题了 所以这两人 重温重温就是来比赛的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是良缘台阶 最后三人看了风景后就离开了 西片和高木下山的时候 高木问西片是不是数过这里的台阶 西片摇头 他说自己之前一个人来过 想数了台阶再去找高木 结果在半路遇上了钟景 当时他就忘记了台阶的数量 始终警告诉他有415层 他为什么知道他并没有说 此刻高木竟然有些羡慕真意 两人离开后路过书店 高木说自己想要去买个东西 于是西片陪着他一起进店 西片的目光落在少女漫上 一不开视线 马上他喜欢的少女漫画交出剧场版了 他特别想要那个情侣特点 可是又找不到人陪自己去看 他不能在好友面前暴露自己 喜欢看少女漫 而且他们也不是情侣啊 一想到高木西片又觉得太难为情了 这个时候他发现有一部西部片 可惜对方已经全部租出去了 高木提议 不如他们一人租一部片子交换卡 西片立刻同意了 他决定去找一部鬼片复仇 可以转头 发现高木正在认真的给他挑选影片 西片还是放下了鬼片 决定给他找好看的 然后他就找了一部未来牛仔片 结果在介绍剧情的时候不小心剧透了 意识到这一点后 西片非常愧疚 决定重新去找一部片子 没想到高木竟还接了过去 因为这是西片 认真给他挑的 而高木推荐给西片的片子 真的是按照西片的兴趣暗号找的 里面有复仇 悬疑和战斗 这让西片更加不好意思了 高木本来有话要说 可到嘴边的话 又变成互相再推荐一部电影 和西片分别后 高木叹气 自今每次都在关键时刻 把握不住机会 而此时 西片看完了高木推荐的电影 感动得泪流满面 想着下次还找高木推荐电影给他 他想起还有另一部电影 刚拿出来看了一下片名 高木突然发来少女漫剧场版的消息 并说其中有情侣特点 问西片看到这个消息 惊不惊喜 西片突然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问高木愿不愿意陪自己一起去看 毕竟那个电影名写的 就是一起去看吧 摄纳节到来 高木化身圣诞老人 骑着迷路给西片送来了礼物 西片以为自己已经揣摩到了高木的走向 没想到高木就告诉他 这只是一场梦 他手上拿着的礼物就是情侣特点 一个秃头的恐龙 西片不敢置信地从噩梦中惊醒 两人约好要去看电影 第二天赶上轮船离开小岛 西片都已经预约好票了 高木将礼物藏在身后 西片就发现轮船上有很多小孩子 高木告诉他 从今天开始就放寒假了 西片突然意识到 今天要是没赢的话 就代表今年全败 他也被捉弄得很惨啊 不管怎么说 他都要赢一把 两人来到城市的街道上 这还是高木第一次溜达过来 此时西片满脑子都在想如何赢高木 反正距离看电影还要一会儿 于是他带着高木去了游戏厅 看到游戏厅内有少女漫的抓娃娃机 他忍住心动 准备用自己擅长的游戏挑战高木 没想到高木先查识到了他的心动 主动停下来准备抓娃娃 西片有些惊讶 原来高木也这么喜欢少女漫 高木喜欢的哪里是少女漫啊 也就西片 这个没长脑袋的人看不明白了 但是既然有机会抓想要的娃娃 他当然要来 等人比赛 谁先抓到东西谁先赢 西片先上场 他其实更想要双人娃娃 可是拼图近在眼前 他被胜利蒙蔽了双眼 选择了拼图 结果拼图也没能抓起来 读到高木的时候 高木早就发现他在想什么了 立刻抓了双人娃娃 并且还大获成功 见到西片这副模样 高木把自己抓来的娃娃送给了他 西片吃惊 高木刚才不是说他喜欢吗 高木却笑眯眯的告诉他 他喜欢的指的可不是少女漫哦 西片面色通红 眼看高木就要说些什么 没想到高木却说 他喜欢抓娃娃 主打的就是一个极限拉扯 点到为止 今天商场里有很多情侣 高木问西片如果暴露他们不是情侣 会不会就拿不到特点了 西片觉得高木一定是想让自己拿为情 所以才一嘴一个情侣 他得意洋洋的告诉高木 情侣这种事情 只要自己坚称 别人就无法判断 结果他太过得意 竟然带着高木走到店员面前 说他们就是情侣 整个特点来 救命啊 我那替别人尴尬的秘语 什么时候才能治好啊 虽然好甜 但是好尴尬呀 西片说完后 自己也尬到窒息 羞耻的带着高木领完票 然后两人又买了情侣套餐 据说可以拿到情侣特点 走到一半 西片突然说想去趟厕所 摆脱高木 先把爆米花拿过去 高木点点头 然后把属于西片的那一份特点 塞到了他口袋里 此时西片也不是去上厕所的 而是在外面给高木 写圣诞祝福 他回到电影院 发现里面有不少情侣 在和高木交换位置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膝盖 两人都不敢直视对方 西片坐下的时候 发现高木的袋子里空了 高木问西片 看到他的特点了吗 两人拆开后发现 那是少女伴的主角 护送礼物的画面 随后电影开场 两人吃爆米花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手 西片害羞的收回手 此时电影里面的两个主演 正在表演爱情故事 虽然很土 但西片看得很入迷 在两人表白过后 西片甚至感动得哇哇大哭 路上高木突然问西片 喜欢哪种类型的女生 是不是很喜欢 像电影中的妹子 毕竟天然呆 又很上镜可爱 西片有些羞涩的挠头 他也不知如何回答 这个时候高木提议 和他再比一场 看看谁先冲到电线杆前 西片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但还是加快速度冲了 这一次 他竟然真的赢了高木 好家伙 高木连西片 想在年前赢一次都猜出来了 你就宠着他吧 赢了高木的西片膨胀了 他觉得接下来 自己还是能够赢的 然后立刻抛了个硬币 问高木在哪里 没想到高木 竟然真的猜不出来 他顿时觉得 自己被赌神赏身了 但总觉得 高木的表现 好像不太对劲 可是他又说不出来 哪里不对劲 但是高木却带着他 去看了巨大的圣诞树 就在他盯着圣诞树 发呆的时候 高木不经意的 撞上他的后背 说自己似乎有些冒失 吓得西片赶紧担心 他是不是哪里不对了 高木笑眯眯的说 自己是在模仿电影里的 那位主角罢了 西片觉得自己赢了 只不过是错觉罢了 西片赶紧问高木 为什么这么做 高木却笑眯眯的说 希望西片觉得他可爱 西片顿时害羞起来 没想到高木却说 让他按照台词来 西片这才想起 这是电影里出现过的情节 这个时候 圣诞节的灯突然点亮 小高回头告诉西片 希望他觉得自己可爱 是真心话哦 此时高木背后的 巨大圣诞树也亮起 西片看着在务守的高木 脸红的从包里掏出礼物 说是感谢他 今天陪自己出来玩 高木有些紧张地打开礼物 那是一双粉红色的手套 原来西片一直都注意到 高木总是会觉得手冷 高木戴上手套 将自己给西片 准备的礼物送了过去 西片打开礼物一看 竟然是蓝色的围巾 之前高木在图书市 一直是在织围巾 原来是给他做的 两人都戴上 对方送给自己的礼物 他们一起坐上邮轮回去了 路上 西片看到店铺里摆着的贺卡 上面说要写一张送给重要的人 等到高木回去 就看见了装在礼物里的贺卡 此时西片手中也有一张贺卡 可恶 甜度已经超飙了 导演 快给我扎一针胰岛素 每次路过烟花大会的台阶时 西片都会想起那天牵手的事情 他怪不好意思的时候 竟然看见了高木 这次他们正好来新年参拜 两人一个戴着围巾 一个戴着手套 父母都跟熟儿在聊天 所以两人干脆约着 一起去参拜 都到这种程度了 还不坦白关系吗 许愿的时候 西片希望今年不会被高木捉弄 神说不行 他就爱看 高木早就猜出西片的愿望了 西片赶紧问高木 他的愿望是什么 高木让他猜猜看 西片觉得 无非就是想捉弄他 没想到高木却说并不是 毕竟不用许愿 也可以捉弄西片呀 然后这个时候 高木提出今年的第一场比赛 两人一起抽签 看看谁的运势更好 西片立刻接受了赌局 结果他抽出来一个级 高木抽出了大级 看样子 今年高木还是要压在西片头上呀 西片还在猜高木许的愿 为了不堪念就数个惨败 他必须得猜出高木的愿望 偏偏这个时候 高木的母亲打电话说要回家了 西片下意识起身叫住高木 说明年的参拜里 他一定会赢 小高却笑眯眯的反问他 他的意思是 明年还要一起来参拜吗 西片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没想到高木却说 明年能一起就好了 西片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反正他父母每年都会和熟人聊天 高木却突然说 没想到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 原来他许的愿是西片会继续找他玩 但是西片根本不相信 觉得自己被骗了 今年过后落的雪终于堆积起来 西片激动的准备拍照 却发现收到了一条短信 原来高木约他在小广场见面 约他底赛 谁才能堆起大雪人 西片发现高木竟然没有带他送的手套 高木慢悠悠的开口 说堆雪人会弄湿手套 所以今天换了一副 哎呦我去 受不了了 来一针一导塑 两人堆雪人的时候是30分钟 但不是堆大雪人 而是好雪人 至于怎么判断周见好不好 就双方互相打分 西片觉得雪人一定是要越大越好 结果稀里糊涂的滚了半天 高木却不慌不忙的拿来了材料 等他好不容易滚完雪人的下半身 发现整个球都变得脏兮兮的 而高木做的小雪人非常的漂亮 超有雪人的感觉 他不甘落后 开始制作雪人的上半身 然而光是滚两个雪球就累得够呛 而且大雪球弄得非常的脏 完全没有雪的白劲感 倒计时只剩下两秒 西片还耗不动上半身的雪球 不过高木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陪着西片一起把雪人拼凑起来 两者堆放在一起 简直就是惨烈对比 西片知道自己根本赢不了高木 没想到高木却叫着他一起回家 还说两个小雪人像情侣一样 不过西片觉得更像是妇女 新年结束后 学生的噩梦也开始了 开学的第一天 大家都很兴奋 美奈可是放了一整个假期的风筝 而早苗却跑了一整个假期的步 把亲戚都串了个辫 咬了不少红包 买了新的运动鞋 哎呦妈 又是宅在家里的一段日子 这天 北条突然找到西片 问他冰口有没有想要的东西 原来冰口的生日快到了 北条解释 冰口先送了他礼物 所以他送冰口礼物算是回礼 让西片一定不要误会他 这一下 搞得西片反而紧张起来 他想了想之前和冰口聊天 冰口知道北条的厨艺不是很好 但他还是想尝一尝 北条亲自做的纸巾饼干 北条突然露出一个笑容 西片路过 莫名每次带了一口狗粮 北条走之前还告诉西片 今天这件事 不能告诉任何人 结果放学的时候 高木就问西片 今天是不是和北条聊天了 他本来是想说这件事的 可相信北条走之前说过 不能告诉别人 西片心绪的一看了视线 没想到高木竟然猜出来 是在问冰口想要什么礼物 可他这人比较诚实 答应下来就要守口如瓶 反倒让高木先怀疑 自己是不是猜错了 这个时候 高木问西片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礼物 他表示 自己要送人礼物 需要一个参考 西片顿时好奇 他想给谁送礼物 一问 竟然是15岁的男生 又是比自己年纪大的家伙 但西片之前已经上过档了 狗子今年都该是16岁了 没想到高木却说 这回是初三的男生哦 西片顿时算了八计 说不知道 高木却让他好好想想 毕竟这是送给他的礼物 西片脸刷一下就红了 竟然是下次的生日礼物 不知为何 他竟然松了一口气 他立刻对高木道歉 说他不能说北条的聊天内容 因为他已经说好要保密了 高木也反思了一下 觉得自己太刁难西片了 毕竟西片本来就是个诚实的孩子 2月14 经典的情人节日子到了 西片觉得高木一定又会捉弄自己 果不其然 打开鞋棍一看 竟然有三份巧克力 西片判断 这一定是高木 故意迷惑他的 然而打开一看 发现小纸条的字迹 不像是高木的 而且上面还写着 在文化节的时候喜欢上了西片 西片震惊 难道真的是学美送的 他带着巧克力回到教室 不知为何 看到高木竟有些心虚 他知道 今天一定会被高木 用情人节整骨 作为想尽一切办法 避开和情人节有关的话题 然而高木就问他 是不是在藏什么东西 西片顿时心虚的走上去 岔开话题 两人用数字代表谐音 西片又一次输给了高木 他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心虚的 藏着巧克力 他完全可以告诉高木 这就是学美送的 可是西片实在没法开口这么说 高木便管他借作业潮 西片心说 这个惩罚还算简单 可是他一旦打开书包 就会暴露巧克力 西片左思右想 还是决定坦白 但是高木就突然关上作业 说不用抄了 他的一定是对的 西片奇怪 要是以往 他一定会继续捉弄自己 而此时 高木的心情确实不太好 他来得那么早 想必已经发现了柜子里的巧克力 另一边 闺蜜三人组也交换了巧克力 胖虎和小夫发现 到处都是情侣 就连他们的好朋友冰口 竟然也被北条找上了 两人自觉地离开现场 冰口很激动 然后他发现 自己收到的不是手工巧克力 他十分悲伤 因为昨天 他看见北条在超市买材料了 难道 那是给别人做的手工巧克力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北条厨艺太差 只能买了 上课的时候 西片一直在注意高木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巧克力 奇怪的是 高木今天都没有捉弄他 这让一直被捉弄的西片 有些不适了 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 拿出自己一直在练习的 搓橡皮技能 决定今天故意输给高木 然后进次坦白自己的秘密 收到了巧克力 结果没想到 超常发挥 搓出了一个长条 接下来就轮到高木了 高木问他 如果自己赢了 有什么好处吗 西片说 自己会坦白一个秘密 高木却突然放弃了搓橡皮擦 就在西片慌张的时候 老是过来让他答题 他自然是答不出来的 然后高木被逗笑了 西片这才松了一口气 直到放学前 他都在想 要如何坦白 没想到这个时候 胖虎和小夫 突然发现门口多了三个妹子 妹子们竟然都是来找西片的 两人大惊失色 以为西片抛弃他们 要成为校园男神了 正好这个时候高木路过 西片拿着三个巧克力 对三个妹子道谢 但表示 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这份巧克力 他说的很真诚 高木愣在了原地 而三个妹子却突然松了一口气 立刻接回巧克力 表示他们其实放错了鞋过 他们真正想送的人 是同班的小柴 西片不但没有感觉到难过 甚至心情好了许多 太好了 这一下就不用为难 如何将高木解释了 然而他一转头 高木却不在教室 而这个时候 冰口也正在仰天叹气 北条路库问他为什么沮丧 冰口别嘴 问他本命巧克力送出去了吗 然后说 自己其实看到北条 买了制作巧克力的材料 北条恼怒 说自己不小心烧葫芦锅 这一瞬 冰口的心情大好 而西片也很难过 今年没收到高木的巧克力 他嘴硬的说 自己并没有期待过 然而路过神社的时候 却看见了高木的自行车 西片下意识的走进了神社里面 此时高木正在编辑短信 想约西片见个面 没想到下一秒 铃声响起 西片就出现在他身边 有人互相坦白 今天的巧克力事情 西片得知 高木早就知道了 松了一口气 说自己一直在紧张 不知道该如何跟高木说 而高木也坦白 自己很紧张 担心自己听到后 会像上次一样刁难西片 他不希望自己不能这么自然的 捉弄西片 西片刚想怀疑 高木为什么知道自己收到了巧克力 突然被高木递来了一盒巧克力 原来他早上就打算放进西片的鞋柜 但是看到了那三份巧克力 他想了想 还是决定在今天送给西片 西片顿时满脸通红 小心翼翼的手下了巧克力 激动的打开 竟然是咸鱼干 原来早上西片拿咸鱼干 吐弄了他 两个人的想法都想到了一起 这其实是高木整股西片的小道具 他也准备了真正的巧克力 结果第二天西片来到学校 冰口说自己准备在白色情人节那天 对北条告白 希望西片也能在那天对高木告白 这哥们能处 告白都还要拉兄弟一把 哦 原来冰口只是害怕一个人告白 因为冰口的这一番话 让西片看高木也不对劲了起来 可高木回家的路上 他频频走神 高木问他喜不喜欢吃咖喱包 西片一时听错 还以为高木在问他喜不喜欢自己 吓得立刻吱吱吱吱 高木就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 然后问他是在想什么 那件事是喜欢还是讨厌 西片越想越细 觉得自己跟高木走在一起很开心 两个人相处也非常的融洽 难道他这样的反应就是喜欢高木吗 没想到高木突然又整骨了他一下 西片觉得应该不是喜欢 可他又完全说不出讨厌高木的话 西片觉得这一定都是冰口的错 害得他胡思乱想 他决定出一个主意 整骨一下高木 准备在3月14号那天做惊喜盒子 让高木到处去破解秘密 等到对方遇到难题后 自己再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高木 他想的非常完美 然而高木却告诉他 3月14号那天早上 他要去亲戚那边参加婚宴 所以必须得等第二节课后才能回来 拜托西片替他抄一下第一节课的笔记 西片一听 还有这种好事 还有更多的时间布置局面了 结果到了3月14号那天 他准备在高木鞋柜内放盒子 却发现鞋柜已经被装满了 抽屉也被装得严严实实 不过西片还是把盒子放在了高木的板凳下 正在他准备放第二个盒子的时候 遇上了熬夜一整晚的冰口 冰口鼓励他 表白一定要加油 搞得西片又是一阵脸红 他摇了摇脑子 赶紧去布置惊喜盒 一切准备就绪 他赶紧把笔记记好 只等着高木回来上课 奇怪的是 高木竟然一直没回来 午休的时候 老师拜托他一个人做图书委员 西片这下还收到高木的短信 原来强风导致杜伦停航 高木得明天才能回去 高木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遗憾 此时 胖虎和小夫正在教室内斗殴 不小心撞到了高木桌子下的惊喜盒子 这个盒子被路过的美奈捡到了 而此时 西片正在记笔记 他嘴上说今天不用参加告白任务 也不会被高木整骨 很高兴 可是 看不到高木的时候 西片心情有些低落 原来他早就习惯了高木在身边的日子 此时 美奈已经开始破解西片留下的盒子 他顺着谜题找到了体育仓库 然后三人发现了第二个盒子 就在他们解密的时候 西片一个人在图书馆坐着 没想到胖虎突然找了过来 跟他说今天有点遗憾 高木不在 胖虎这次过来是为了还书 西片记得他手上的这本书 是他刚来图书馆的时候和高木交换的 小胖说 这本书里充斥着男人的战斗 非常热血 可西片记得 高木说这本书里的台词 有我喜欢你 高木也说 这本书不适合他看 但小胖却说 这书西片一定会喜欢 而此时冰口也把巧克力的回礼 送给了北条 你小子倒是告白呀 不要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 好是单身啊 冰口叫去北条 此时北条的心跳加速 然而冰口张口的第一句 却是明天见 你小子还正是油言不尽 他叹了一口气 希望西片能表白成功 而此时西片把书带回了家 突然收到了高木的短信 对方说轮船已经起航 他今天下午或许能回来 西片本来约好他们明天在学校见 一转头却看见了那本小说 他下意识翻出来看了一眼 好奇高木当时念的那段台词在哪里 然而他找了半天 却并没有看见 然后他陡然意识到 如果高木那天说的话 不是在捉弄他 又或者此前他经历的所有 都是高木小说的真心话的话 这一刻西片竟然真的开窍了 他握着巧克力 立刻表示要出门一趟 凭着一腔热血冲上了公交车 而此时 闺蜜三人组也在学校内 找到了最后的盒子 他们发现这个任务 原来是西片任务 还提醒高木来领礼物 三人立刻意识到 这是西片准备给高木的情人节惊喜 匆匆把谜题盒子装回去 放到了原位 原来全世界都在给这两位助攻 而西片带着巧克力来到渡口 他围着围巾赶到现场的时候 轮船刚刚收尾 他四处张望了一番 看见了高木上车离开 他追过去 却没能追上 礼物不小心飞了出去 被车碾碎了 来呀 把这个车够通缉了 然而西片毫不犹豫 捡起礼物继续追了过去 礼物坏了 还在继续追 这就不单单是送礼物了 此时 三个闺蜜都在感慨 高木跟西片待在一起 一定很开心 因为西片每天都会想出各种办法 和他玩游戏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惊喜 而此时 车辆正好开到拐弯的时候 西片在后方穷追不舍 车辆拐弯的瞬间 高木正在拍照片 想分享给西片 远远的就看到一个 戴着蓝色围巾的少年在追逐 西片摔了一跤 爬起来后 却发现车子停在了前方 此时 高木下了车 两人都在朝对方奔过去 大风已经退去 阳光洒在这条路上 两个都在期待见到对方的人 正双向奔赴 高木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西片喘了半天 说 因为我想见你 高木的笑容都快藏不住了 西片羞涩的掏出礼物 说高木在2月14当天 把礼物给了自己 所以 他也想要在3月14的这一天 把礼物送给高木 高木很高兴 虽然礼物坏掉了 但是 他收到了西片的心意 这一刻 高木主动牵起了西片的手 蹦 吹散了樱花 在粉色的花瓣下 西片看见了少女脸上 洋溢的笑容 妈妈咪啊 太甜了 我要受不了了 友情以上 恋人将满 这种暧昧次的恋爱 真是酸酸甜甜 磕的人愈仙愈死 话说回这对 即将捅破窗户指的初恋小两口 西片抬头往窗外望去 今天没看天气预报 没想到竟然下雨了 可他根本没带伞 这个时候 坐在一旁的高木看了过来 笑秘秘的告诉他 自己带了伞哦 他猜出西片可能没带伞 西片嘴硬的说 下午可能会停 高木笑秘秘的问他 要是没停怎么办 西片突然脸红 那到时候就 话音未落 高木突然错了他身边 两人离得极近 高木在他本子上 画了一个香河伞 西片越憋越急 难道高木是在邀请他一起打伞 转念一想 自己可是准备拿拳请脚的 不如老老实实接受他的提议 没想到高木又画了几笔 原来那是一个鱼骨头 西片又羞又恼 这个时候天气却放晴了 高木突然叹气 可惜了 我好想和你一起撑伞呢 不过也挺不错 可以绕远路回家 到时候还能猜拳呢 西片哪里招架得住 面色通红的低语 那等会儿 还是一起回家吧 纯情 太纯情了 Sticky 夏天到了 两人果然按照约定 一路猜拳比赛 在回家之前 先绕远路 去了一趟神社 天晴了 雨停了 西片觉得自己又行了 在猜拳的时候 还玩了点小心机 故意在比赛中 一直用剪刀 他想给高木 营造自己 在最后关头 会换招式的样子 让高木相信 自己一定战胜他 然后他继续出剪刀 主打的就是一个心理战 然而这个时候 高木却反将一军 说只差最后一步 不如来个输比赛的惩罚 西片感觉他突然配合自己 肯定有什么计划 却听高木说 初步输了请喝饮料 出拳头输了被弹额头 出剪刀输了 就要亲对方一口 高木脑子飞锁运着 可脸色顿时通红 他要是在这里出剪刀 岂不是表示自己想亲高木 可是他的计划 就是出剪刀呀 然而这个时候 高木已经出手 西片只好改计划出布 高木叹了一口气 西片也是垂头丧气 他以为自己掌控全局 却被人死死拿捏了 买了饮料后 高木笑咪咪的告诉西片 下次规则就改成 剪刀赢了的人 屁死对方吧 西片你得智愣起来呀 西片确实智愣起来了 他在家里疯狂俯卧撑 并存起零花钱 以此来惩罚自己 被高木戏耍 争取再接再厉 超越高木 你这存的哪是零花钱呢 是聘礼吧 第二天 西片来到学校 却发现胖虎 在给小夫拍照 他是文艺委员 要记录班上同学的毕业日常 说着还拿出了自己的高屁图 一旁入境的西片 脸都被拉歪了 西片翻开照片 发现其中还有一张照片后面 是高木捉弄自己后 哈哈大笑的场景 烫糊安慰西片 之后会给他屁好看点的 结果班主任走了过来 说禁止屁图 因为这是要留在毕业相册的 西片看着照片有些闷闷不乐 你这些游泳客高木叫他 都没有回过神来 高木明显看出他有心事 但西片说没有 反而提出要和他比赛 看看谁能在泳池内憋气更久 其实西片私下一直在练习这个憋气 就是想在此刻赢高木一把 高木提议 两人一起下水憋气 先出来的人就输了 西片表示 不可以做鬼脸 高木也答应了 这下西片觉得自己应该稳赢了 结果两人沉入水中 情人眼里出西施 西片怎么看高木怎么觉得漂亮 一对视更是非常羞涩 却发现高木对着自己做了一个口形 西片一愣 下意识忘了憋气 面色铁青的浮了上去 高木问他怎么了 西片红着脸 说还不是因为高木说了奇怪的话 高木表示 自己只是快憋不住了 说要浮上来了 西片懊恼 他竟然以为高木是在说喜欢 最后只能含泪认输 此时 梅奈和阿友他们正在聊天 今年过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个泳池了 虽然高中也有 但毕竟不是同一个 阿友叹气 因为他不会游泳 所以想读一个没有泳池的高中 美奈震惊 怎么会有这种学校 高端的凡尔赛 往往是以最普通的姿势出场 美奈突然拉住两位好友的手 说要做一辈子的好友 可早苗却陷入了沉默 这个时候高木发现 好友真也似乎在想事情 仔细一问 却听到了一个萤火虫传说 同一时间 西片发现好友冰口满脸悲伤 一问情况才知道 冰口邀请北条暑假去海边玩 结果北条却说 他暑假要去加拿大上课 初中最后一个暑假 竟然不能一起玩 潘虎有些感慨 他到现在都没怎么离开过这座岛 小夫更是表示 海外的人据说特别热情奔放 冰口感觉自己要窒息了 他说北条周末要去买东西 说是为了暑假课程做准备 也邀请了冰口一起过去 西片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呀 冰口却失魂落魄 因为那天他们要举办送丛仪式 他们去刚好轮到他去帮忙 潘虎和小夫都没时间 西片却说自己周六有空 可以给冰口顶班 冰口顿时高兴地抓住西片的肩膀 并告诉他 自己的夏天在周末就结束了 希望西片也珍惜最后一个暑假 毕竟之前白色情人节 西片还没给高木告白呢 西片张了张嘴 竟然没有反驳 回家路上 高木和西片一口同声开口 西片让高木先说 高木就问他 今年看过萤火虫美 听说西片没有看过 于是高木就约他一起去看 西片一激动 连刚才要说啥都忘了 回到家后 他想起冰口 劝他珍惜最后一个暑假 又想起和高木相处的记忆 西片下定决心拿起手机 而此时 高木也想起真也的话 据说有一个萤火虫传说 如果今年第一次看到萤火虫的时候 身边有心仪之人 那两个人就能永结同心 真也已经看过萤火虫了 看完之后 钟景就邀请他一起去看电影了 真也鼓励高木也和西片一起去看萤火虫 毕竟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他们还能保持现在这种关系吗 这个时候高木收到了西片的消息 西片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参加送虫仪式 说不定能看到萤火虫 他本来担心高木不会答应 却发现他把电话打了过来 并且悲快地答应和他一起去 西片有些担心高木是不是在捉弄他 却听高木说被邀请很高兴 他顿时连红 挂断电话 怂了一口气 躺倒在床 周六当天 西片和高木坐车来到大山 这里有很多来参加仪式的人 他们点燃火把 顺着山路往上走 西片的责任是负责派发火把 却看到有小孩子闹着要回家 因为他们觉得山里面有恐怖的妖怪 西片见状 便蹲下身和他沟通 并告诉他 那个妖怪其实是善良的好妖怪 并且对方和自己是朋友 他会告诉妖怪 让他别来吓人 你这家伙 私下竟然这么靠谱和亚撒喜 原来只对高木一个人脸红啊 磕死我了 磕死我了 这一幕正好被高木看到 高木微笑勾唇 看着两人拉勾保证 等西片把小女孩送走后 高木笑眯眯的凑到他身边 表示西片这样挺帅气的 就像一个靠谱的爸爸一样 西片顿时脸红 高木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旁的大爷都磕昏了头 西片表示自己打个招呼就可以自由行动了 一旁的大爷表示完全OK 并说十几年前打个打老婆也是这么认识的 西片脸红 表示他们只是来看萤火虫的 确定老人常叹一声 说萤火虫已经过季节了 西片看着高木期待的延伸 心中有些失落 两人一起举着火把往山下走 看着下方星星点点的火光 高木十分感慨 西片却无心观看 他想知道高木为什么想看萤火虫 高木说他有一个想要实现的愿望 西片只好告诉他 老人说这个季节似乎已经没有多少萤火虫了 高木点点头 他其实已经知道了 只是他觉得和西片一起来 说不定就能找到呢 西片害羞 表示两人仔细看看 说不定就找到了 遗憾的是 他们到车站坐车都没看见萤火虫 西片说明年再一起找吧 高木感慨 明年他们就是高中生了 他的手缓缓朝西片伸去 西片的手也微微移动 可这个时候公交车来了 两人只好收回手 仪式结束后没多久就是暑假了 暑假前一天 胖虎给全班同学拍了一张照 梅娜单独找到阿友 说早苗上高中之后 要认真练田径了 似乎为了练习 他准备去大城市了 两人知道早苗的选择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他们一直以为 三人会在一起 但总有一天会经历分别 另一边 西片和高木一起回家 路上高木表示 明天就是暑假了 他还在想要用什么理由和西片见面 西片脸红的表示 见面也不一定需要理由啊 高木一拍手 对啊 直接变成不需要理由 都可以见面的关系呗 西片面哄耳赤 这种关系 岂不是要 可高木却说 那就每天比赛广播体操吧 这个时候 两人突然听见屋内传来咪咪叫 他们立刻冲了过去 然后看见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猫 难得有小猫不躲着西片 被摸了几把后 更是扑住了西片的手 西片顿时高兴的把它抱了起来 显然是非常喜欢这只小猫的 一旁的高木奸壮也很高兴 两人想了想 决定在附近找找猫妈妈 可是一圈逛下来 却并没有看见大猫 并因为西片的母亲对猫猫过敏 高木的父亲被猫挠过 两人都没法在家里养猫 于是他们决定一起给小猫找四主 此时 小猫已经饿得 开始作西片的爪爪了 西片带着高木和小猫去了一家宠物用品店 店长在这里养了一只鹦鹉 这鹦鹉可聪明了 不但会说话 他给店长塑造了活了一百年的巫女形象 走出西片他们是来给小猫找吃的 店长仔细检查了一下小猫 觉得这猫应该下一个月左右 身体方面虽然瘦了点 但很健康 店长告诉他 小猫只能吃一些养奶 毕竟他年纪太小 无法消化牛奶 混到肚子 还专门买了奶粉和奶瓶 以及一袋猫砂 共计两千多日元 西片直接掏出了之前存的 被捉弄存款结账 并且还不小心说漏了嘴 高谋和店长顿时被逗得哈哈打笑 临走前 店长告诉两人 要是小猫生病了 随时可以来找他 他会给他们介绍 能够立刻看病的宠物医院 此时 梅黛找了两位好友 表示要在夏天凑齐想做的一百件事 阿游一开始还觉得麻烦 可梅黛却说 初三的夏天 人生中只有一次 这个时候早苗也开口了 表示要加入其中 有了早苗开头 阿游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想谈恋爱 不行就聊聊恋爱话题 结果惨遭无事 另一边 西片和高木替小猫在神社下 安了个纸箱赞助 准备给他找四主 原本西片想管小猫叫小白 然而小猫压根就没回应他 于是西片和高木提议 比赛一场 看看谁给小猫取了名字 能得到回应 高木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而此时 西片脑子开始疯狂转动 他当然也想过叫咪咪 他又觉得小猫现在咪咪叫 是因为他年纪还小 等再过一段时间 就是喵喵叫了 所以他左思右想 得到了一个字跟绝妙的名字 他决定小猫叫小雪 因为他通体雪白 赶紧漂亮 和冬天的雪一样 可惜小猫并没有回应他的呼唤 西片有一些失望 但高木却能理解 毕竟小猫才出生一个月 又是在夏季 虽然没有见过打雪纷飞的样子 西片感慨 不知道小猫能看到雪的时候 会长到多大了 这个时候高木也想好了名字 他决定叫小猫咪咪 西片笑了起来 并说小猫现在咪咪叫 以后就是喵喵叫了 说着他还模仿了猫叫 但高木却说 他只要小猫咪咪 是想记住这个幼年的小猫 西片愣住了 看着高木认真的样子 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此时风吹过神社前的花丛 小猫突然扑了出去 抱着花玩耍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两人同时想到了一块 小猫如此喜欢花朵 不如就叫他小花吧 突然小花一出口 猫咪顿时回应了两人 有了小猫的出现 两人便有暑假见面的机会了 每天早上 西片都会早起 骑着车去神社 这个时候高木已经提前来了 他喂完了小猫 猫咪就趴在腿上睡觉 西片立刻放低了声音 凑过去吸猫 完全忘了小花 正趴在高木腿上 这一下轮到高木害羞了 但他却撇开脸笑了起来 西片还没反应过 来是怎么回事 却先掏出了画本 说是要画下小花的样子 准备请求商店和动物医院 同意他们放宣传单 看看有没有好心人愿意领养 高木顿时笑了起来 西片还以为自己说了搞笑的话 没想到高木 却掏出了一模一样的绘本 原来他们两人都想到一块去了 我就说 一个北窝 睡不住两种人 虽然他俩现在还没结分 但只是早晚的事情罢了 等人一边换绘本 小猫就凑在他们身边玩 换完之后 他们又去委托工作人员 将传单贴到了附近的宣传告示上 你别说 这两人还真有点水平在身上 他们贴完宣传单之后 又陪着小猫在神社玩耍 不得不说 小花确实很聪明 还学会了捡球 只是西片一个用力过猛 球飞到了屋顶上 之后两人约着一起去看小猫 却发现这孩子爬到了树顶上 西片吓得立刻冲上树去救猫 高木也跟着爬了上去 结果却被小猫带着 看见了非常不错的风景 班上的同学都各自有自己的安排 只有冰孔看着远方长叹一声 思念着出国的北条同学 两人继续陪着猫咪玩了一段时间 却发现一直没有人联系他们 四主并不是那么好找的 西片觉得小花这么可爱 一定没关系 回到家后 他看着小花的照片 发现手机里竟然还有高木 和小花一起的合照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保存了照片 趴在桌上睡了一觉 凌晨五点时 却突然天降暴雨 西片梦中惊醒 吓得立刻穿上雨衣冲了出去 没想到此时 高木也穿着雨衣 打着伞冲了过来 两人在路口会合后 立刻走向神社 果然在那里 看到了被雨水冲刷的小球 此时小猫也冲了出来 对着两人喵喵叫 高木立刻丢下伞 掏出毛巾抱住了小猫 见到此情此景 西片终于松了一口气 抱着猫狂掉眼泪 高木掏出毛巾 给西片也擦了擦脑袋 雨过天晴 两人却因为困倦睡在了一起 长大后 我要当太空人 把大家翘到天上的嘴角 找回来 西片还特意给小猫 做了打地鼠机 表示要是小猫抓住了 就给他买猫零食 高木顺手敲了他一把 蹭了点点心 没想到小花十分聪明 一把就抓住了地鼠 这个时候高木表示 自己准备向家里求一求 看看能不能收养小花 西片顿时高兴起来 这样一来 就可以一直和小花在一起了 他问高木 自己能不能去他家 高木高兴的点头 西片又有些不好意思 表示自己只是去见小花 高木故意做出失望的表情 原来西片不想看到自己呀 西片吓得赶紧解释 他可没说过这样的话 高木顿时笑了起来 妈呀 快要磕死我了 另一边 美奈他们的夏日一百件事 也快接近尾声 可是此时 美奈却说自己不想继续下去了 两位好友问他 为什么要在最后关头放弃 但美奈却不舍地看向两人 因为这一百件事做完 夏日似乎就结束了 可是他想永远把今天定格下来 他不想和两人分开 此时有轮船开过来和他们打招呼 三人抬手回应 轮船走后 早苗拉起两人的手 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高木的父母同意他要小花了 于是两人高兴地去找店长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他 店长也十分开心 决定送小花一个乔迁之礼 两人选了一条带着小花的项圈 高高兴兴地去神社找小花 却突然发现小花不见了 起初他们以为小花是在附近扑蝴蝶 可不管他们怎么找都没看见 欺骗担心是跑到马路上去了 刚准备去神社下找 却突然看见两个孩子抱着小花 拽住母亲的衣服 原来他们两人捡到了小花 并且以前似乎也养过猫 而且那只猫已经去世 和小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两人称呼那只猫为小七 没想到小花听见后也回应了 母亲见状便同意饲养小花 最后一家人抱着小花离开了 欺骗们想追过去解释 但高木却拽住了他的手 摇了摇头 两人都有些难过 但他们知道 这才是最适合小花的归宿 他们闷声不吭 一路走 一路摘掉了贴好的海报 可走到一半 高木还是没能忍住 哭了起来 他看着手中的项链 却希望小花能够在新家幸福生活 见到这一幕 西片也忍不住了 可他却握住高木的手 说小花一定会幸福的 而高木也会幸福的 他一定会让高木幸福 我去 三级再一个剧场版 你这家伙终于A上去了吗 高木轻轻点了点头 不久后 夏又寄到来 两人再次相约去祭典上玩 路上参选比赛 谁先抵达终点 看到一只小猫对他们喵了一声 来到祭典后 去年的苹果堂大叔 竟然还记得他们 说他们俩这小情侣 这次可别走散了 西片虽然脸红 但也没有反驳 大叔吐槽 他怎么还脸红啊 高木忍不住笑了起来 路过的店长健壮 也松了一口气 两人能继续开心下去就好了 另一边梅娜也得知 早苗原来不会离开岛上了 顾问老师虽然推荐他去大城市练习田径 但在早苗看来 留在岛上也可以认真练习 所以也没有必要离开小岛呀 听到这话 两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这样三人还可以继续在一起了 胖虎和小夫 也给西片和高木两人拍了合照 小夫更是给他们找了秘密通道 可以专门去上方没人的地方看烟花 并打算给他们看烟花的时候拍照 胖虎却突然表示 他要去山顶 小夫瞄懂他的意思 配合的离开 将秘密基地让给了这对小情侣 西片红着脸牵着高木往上走 这里确实没有人 是个不错的特等西 这个时候高木也回应了西片当时的话 他说自己也会让西片幸福的 西片也点点头 多年后 年幼的小千跟着父母来到山里进行送丛仪式 小千看到一条小路决定走过去看看 路上不小心弄熄了火把 母亲牵着她的手往前走 父亲在后面着急地喊喊他妈 结果走过去一看 那边根本不是火光 而是一大片萤火虫 此时已经长大结婚的高木和西片 带着女儿看着眼前的一幕 想起多年前的对话 不禁相视一笑 小千说他过来 是因为听到这里有人在叫他 高木笑秘秘地说 可能是合理的妖怪先生 看着西片有一些紧张 母女俩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太好磕了 把我杀了 给两位柱柱姓 这两人婚后 不但有了可爱的女儿 也养了一只叫小花的猫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肝对三好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